纵然是多情的公子 飘然至 也挡不住 雾散云飞 各西东 从今后 醒去了 红楼梦 终一场 天上人间 两不逢 时间紧 任务重 咱们闲言少叙 揭说这一回 红楼梦 前文书 咱们正说到 贾宝玉 把花席人 堵在这 问到花席人的脸上 你说 秦文究竟犯了 什么样的滔天大罪 你竟如此这般 容不下他 花席人 虽然没说 上个礼拜 一个钟头的书 说书的坐这 可跟您掰开了 揉碎了 说明白了 到底是风流灵巧 招人愿 受邀多音 诽谤声 这姑娘死就死在风流灵巧之上 有才有干 有情有趣 有荣有貌 招人恨 把自己耽误了 那么花席人 和贾宝玉 二人对峙如此 不必再说了 席人不必再说三箩筐 那宝玉 也都心知肚明 什么私善 什么补求 两个人哪样 没一起经历呢 全都明白 不再问了 西人子当时劝他 行了 现如今哭哭啼啼 再闹也是没用 倒不如养好了精神 等过些个日子 到老太太跟前求个情 想个法 让老太太 把她叫回来 就是了 宝玉一百首 算了吧 只恐怕 来日无多 这话又当怎讲 他今儿 是让他哥哥嫂子领回去的 你可知 他就好比 那刚刚抽出嫩剑的兰花一般 现如今把他送回猪窝里 还能有几日活头 这辈子都恐难再见 家宝玉这个话 说得扎心呢 他虽说是个丫头 可是他在 怡红院待着的时候 吃的穿的用的 凡事我能替我能替他想得到的 哪一样他不是在 一红院重丫头当中高高在上 现如今 他像养在温室里的花 孤独一样 把他送回到下人 粗人生活的底下那院子里边去 他又病着 嗷上这几口气 哪还挨得过去 只恐怕没有几天的活头了 哎 新人一听这话 双眉一条 还不乐意了 哟 二爷这话是怎么说的 只许周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啊 平日里 我们随随便便 说上一句话 或 又是 让我们呸呸呸吧 又是让我们摸木头吧 一点不吉利的都不能说 今儿宁可好了 张嘴这就放人呢 人家席人装得挺亮堂 我没当他会死了 不过就轰出去罢了 哪至于的 皮皮湿湿的 出去还就死了 他是没当回事 宝玉可当回事 宝玉说了 你哪里知道 这世间万事万物 皆是有情有理的 前几日 园子里面 有一棵海棠树 怎么了 莫名其妙 就死了 半珠 花锡人从小和他一处长大 他想说什么 不明白 上句刚溜达出来 下句就明白 他是拿着树 暗欲 暗欲 情文 心里边明白 嘴上可不这么说 那又怎么了 改名 找花工来 再移一颗便是 这 这死个花 死个木的 在园子里还不正常 好端端的死半颗海棠 只恐怕是 情文 大趣之妻 不愿意 呸 这回子好端端的放人 哪儿治愈的 我刚不就说了吗 皮皮实实的 哪儿有那么多事 你不懂 世间万事万物 皆是有情有理 特别是这些花木草物 这些东西都和人一样 但凡有了知己 便是有了灵性 极灵验的 望大了说 孔子庙前之贵 坟前之师 诸葛祠前之百 岳武墓 坟前之松 望小了说 杨太珍 沉香亭前之木 勺要端正楼前之香丝树 汪昭君 肘上 枝草 哪一样 不是暗和了 人和草木相连 太复杂了 新人听了 新人是丫头 听都懵了 二爷此话怎讲 这家宝玉还得跟他解释 什么意思呢 孔子庙前之贵 孔庙 孔庙前面 种的这个古树 郁郁葱葱 我老家是山东的 您要是到屈府去旅游 现在还可以看到 那么就在孔面这种的 这个古树成林 那么有的树 现在政府在救助他 有的时候给他搭一个这种支架 这个树又可以活很多很多年 确实都有的成百上千年的历史 这些都是堂堂浩然正气 追随正气之物 千年不哭 是乱则哭 是智则容 几千年来 哭而复生者几何 岂不是暗和天相 这个话说的虽然玄虚各位 但是他着实很神奇 为什么说他玄虚呢 说真的上千年 草木不过是几秋的生命 但那上千年了 神奇在哪 适乱则哭 就说这个世道不好的时候 没有人去打理这些草木 没有人去精心的照料他 哎 眼瞅着将将要死 将将要死了 可是势志则容 天下太平 国泰民安 马放南山刀枪入库 这些树木 花草慢慢的又能缓和过来 这是浩然正气之物 王小了说 杨玉桓 杨玉桓生前种下的牡丹 说塞外 王昭君之木 这不是说有青肘之说吗 青肘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王昭君的这个坟墓 有一日三景之说 就是这一天里面三个时段 你去看这个 吊艳王昭君 要去看他这个墓 颜色都不一样 为什么颜色不同 乃是肘上之青草不同 也有传说 说这个 当时那个草原上 长的这个草 在他生前的时候 都是白色的 那么王昭君葬在那之后 就变成青色的 青肘青肘 就是说花草 和人的命运 都是相连的 宝玉说了 既然这么多的花草 和大人物和小人物 命运都可以相连 那么怡红苑 园子里面 种的那半棵海棠树 好端端的 突然之间就死了 这不是暗和的 秦文大去之期 不原意 新人听这话 就一个字 呸 接下来 我说一句 《红楼梦》里的原文 各位 我不改 其人的原话 那秦文算是个 什么样的东西 竟拿出这些个正经人来 比喻他 废这样的心思 各位 说出真话来了 这是句真心话呀 什么自幼义气 长大的小姐妹 情义重啊 那秦文算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你拿出这些个正经人 言外之意 情文不正经人 情文不正经人 说书的自从坐在这儿 自从 开始说情文 说的最多的 就是两个字 正经 情文是个正正经经的姑娘 在情敏 在情敏的嘴里 说出来 不正经 可知 世上人说的话 是不能信的 世人认假 不认真 那席人 把话说的这么难听 宝玉在旁边 也只是听着不答言 为什么不答言 您倒待会儿再听 花席人得词了 还有一样 今儿 咱们就掰吃掰吃 那情文便是再好 也跃不过我的次序去 各位 啊 花席人 很少在怡宏院 摆一摆自己的地位 今天贾宝玉哭得气不成声 在他面前表达 对另外一个姑娘的思念 他终于拿出自己 怡太太的身份来压别人一头 情文再好跃不过我的次序去 非要拿那棵海棠树比喻的话 只恐怕那海棠树 就是硬在我身上 也轮不到他身上 恐怕 是我要死了 可知女人争风吃醋啊 是疯了心的 为了排位靠前 就是方自己死 都是舍得的 这就是女人心啊 宝玉一听这话赶紧捂他嘴 别别别别别 已经哄走了三个了 喝苦来白白的又搭上你 他今儿起 就当他们三个死了 往前也不是没死过谁的 我也不是过来了吗 不至于的 刚才不说话 现在说了 行了 我都明白了 自当他们他死了 你别折腾了 两个人 咱们从上个礼拜 说到这个礼拜了 各位 贾宝玉难道说还不明白 习仁和秦文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吗 贾宝玉还不懂 秦文是个什么样的姑娘 习仁是个什么样的姑娘吗 可是 她是个俗人 今天这一回书 才看出来宝玉有多俗 她要过日子 过日子 就得懂得一个道理 叫翻篇 别说了 自当他们仨死了 他们仨死了 就死了 不要再搭上你 这个事不要再往下走了 翻篇了 新人究竟是怎样 小肚鸡肠的 害死了秦文 别说了 不追究了 行了吧 华先生不说话 好歹 把她 用过的东西 再把咱们 屋子里边 还有的 还有的银钱凑一凑 托人给她送过去 也不枉你们姐妹 好了一场 新人听着话 不知一乐 瞧你说的 这哪儿还用您 劳心惦记 她平日里 用过的那些衣物 我早就已经都收拾好了 王夫人 王夫人走的时候 不是说了吗 只把她贴身的这些内衣 让她带走 剩下好的都留着 将来给好的丫头穿 新人现在说了 她做好人 王夫人说的那些事 我没有照着办 而是把 秦文的东西 我都已经收拾好了 打点好了 另外 还给她 凑了几串钱 白天人多眼砸 托人送过去不方便 等待会儿天擦黑了 我就托宋妈 给她送到家去 好好好 如此这样办 我就放心了 瞧您说的二爷 我是出了名的 大贤大德的善人 难道说 我们连这点名声 还不会收买吗 话里有话 说的贾宝玉脸上直发热 为什么发热各位 因为这是贾宝玉 刚刚说出来的一句话 新人说了 说太太有朝一日 想起来什么我呀 秋文的摄月呀 各种梦浪之处 也得收拾我们 宝玉说别逗了 习人 你在这待着 说你平日里调教的 秋文摄月 他们两个 经谁调教 经你调教 你是大贤大德 至善的善人 你怎么可能会调教 出村来呢 哎 花心人跟这等着这句呢 你瞧 他说我们 是大贤大德的善人 这点名声 还不会收买吗 劳您惦记了 哦 宝玉明白 跟这等着我呢 原文上说 又是好声的 劝哄一番 您再问我呀 说不是跟习人 拍桌的瞪眼 急了吗 怎么又好声的 劝哄啊 哎 刚才我说了 宝玉 是过日子的心啊 情文都已经轰了 难道说 把心人也轰了吗 难道说 宝玉院的日子 不过了吗 哎 红吧 那个轰了 再把这个 红好了 如果说 我说这点 还不能说明 贾宝玉 是过日子的人 我再往下 说一句原文 等天擦黑了 贾宝玉 安稳下 所有人 二爷本事 用咱们现在的话说 这叫社会人 他很社会 他要办一件事情 一鸿院 必须所有的人 都要稳住 尤其是花席人 稳住他 才能去做自己 想做的事情 奔哪儿去 奔情文的 凶嫂家 吻下所有人 贾宝玉身上 带了不少的银钱 奔情文的 凶嫂家 而去 说一个人 到不了那儿 需要有妈妈带着 托付一个老妈妈 让老妈妈带着去 当中件 说贾宝玉是如何的哀求 如何的花钱 如何的贿赂 咱们在这儿 就不一一细表了 为什么 因为今天实实在在的时间 仅任务重 实实在在的把这些书 留给情文吧 就别留给老妈妈了 总之 二爷亲其所有 身上有多少的散碎银两 都买通了这个老婆 让这老婆子带着 奔情文凶嫂家而来 到这儿 屋里面没人 那么把老婆妇 安置在院外 在这儿撂哨 帮忙看着 二爷独自一人 仙草莲进屋 就只见 卢西土炕之上 躺着一个身影 心中毫不心疼 那位说 怎么心疼呢 四个字足够 公子心疼的 卢西土炕 那在怡红院 贴身的丫头 跟着他救光啊 不说 穿的是绫罗绸缎 吃的是真凶美味 关上门 贾宝玉 吃什么 用什么 都舍得 给情文和习仁 吃什么 用什么 也不能说 男人没可爱之处 这咱们拍着良心说 真舍得 现如今 卢西土炕 昏昏欲睡 站在身边 半天叫了 都叫不醒 贾宝玉知道 这是回来 受了委屈了 加之又发着烧 只恐怕昏睡过去 不是一时半刻了 上手一搭 把姑娘这只手 拿在手中 放在掌心 一样 葱管一般的两根指甲 搭在公子掌心 看着两根指甲 昔日知情知情 历历在目 两个人感情好 两个人感情要不好 秦文这两根指甲 留不到今时今日 各位 不用说别的 就秦文留着两根指甲 这就是一条罪状 王夫人想把她 从怡红院轰出去 都不用别的 就这两根指甲 足见公子对她之喜爱 在这个规定的纪律里面 对她是额外开恩的 别人不可以 为什么 他们是丫头 他们是做活计的 不管你是干粗活 需要洗衣服 还是你要干细活 需要缝针线 这两根指甲 是多余的 是爱事的 是影响劳动的 主子把你买进来 不是让你在这儿 当小姐的 让你在这儿 给主子卖命 留两根指甲 给谁美啊 那想当日 贾宝玉和秦文 在一处嬉戏 呀真漂亮 给谁看的呀 给我自个看的 这是秦文的脾气呀 为什么她美呀 一个姑娘美呀 她不是单给别人看的 过镜子那儿 她就要看一看 不是说非得让男人看见 可秦文死也死者件事上 怎么死这件事上 您往后门书听 贾宝玉看着两根指甲 轻轻一碰 这小手可了不得了 秦文这手一动 原文上说四个字叫 强征星眸 人都快死了 脸都成土色了 一般人再也配不起 这两个字叫星眸 明眸善烂一样的眼睛 星星一样的眼睛 强征星眸 睁眼一看便是宝玉 又惊又喜又悲又痛 一把手一把上来 钻住宝玉的手 我只当这辈子 我只当这辈子是再也见不到你了 贾宝玉 一字都说不出 一字都说不出 只剩梗宝玉之分 两人见面 千年万语再也说不出来 哭了半晨 秦文说你来的正好 我渴了这半日都没有人给我倒一盅茶 去给我倒杯茶来喝 宝玉答应着 哎哎 站起身形 回头想去给秦文倒杯茶 拿眼睛在屋子里边这么一扫 没有啊 哪来的茶呀 窗台上 往窗台上一看 有个黑沙吊子 大沙壶 行吧 递了起来 是什么城 满屋里寻不见一只茶钟 没有茶钟 桌上不是有吗 走到桌边一看 桌上撂一摊 一摞碗 上手拿一碗 好玄没滑下去 有油 死你了 那宝玉是什么样的人呢 把这只紫泥着的碗 端到近前 还没往别的跟踩放呢 就闻见一股腥油之味 把茶壶放下 宝玉倒点水 先把这碗洗一洗 涮两遍 给倒了半碗茶 宝玉看着只发呆 降红色的 宝玉琢磨 这是用什么样的树叶子煮的呢 这不能叫茶水 这树叶子熬出来的 秦玉说行了 别看了 那就是茶 哪能跟咱们园子里的比呢 快给我 这宝玉赶紧端过去 就见秦玉接过来 蹲蹲蹲蹲蹲 姑娘真不含糊 全喝了 贾宝玉在旁边看的 都惊呆了 这平日里 在怡红院 他挑三拣四 我带回来 不知多好的茶叶 哪一样 哪一松 都不合他的意 今儿可好了 就这树叶子水 都喝得 如甘泉一般呢 更心疼了 把这碗茶 宝玉接过来 搁边上 我好歹出了 看你一会 你有什么话要说 就快说吧 这秦门 缓一缓 我能有什么 要说的呢 不过是挨过一刻 是一刻 挨过一日 是一日 横竖 也没有三五日的光景 我便就要回去了 只是有一件事 我到死也不明白 我虽生的 比别人略好些 可平日里 并没有 私情蜜意地勾引过 你为什么到最后 我就成了狐狸鸡 我不服啊 我老说秦闻正经 时至今日 这姑娘已经马上就要死了 她仍然没说出来 我虽然说是一红院 长得最好看的姑娘 没有 她都该死了 她对自己的一个客观评价 仍然是 我不过是生的 比别人略好一些 就这一句话 各位 再一次证明了一个真理 如果是美女 何须入江湖 真的 清闻本没有入江湖之心呢 我不服我 可是到了今天 也搭着我已经是个将死之人了 不是我说一句后悔的话 早知如此 当初我不若早做打算 可惜 我竟是个傻子 平日里只知道与你说 不过横竖待在一起 便罢了 后悔了 她说因为我马上要死了 我才跟你说这句后悔的话 我如今担了这个虚名了 外人都说我是狐狸精 说我勾引你 我现在要死了 我觉得自己冤枉啊 如果一定注定到今天是这个结局 我干嘛当初要担这个虚名 还不地坐实了呀 到如今便当怎样 只留下两个字 不服 当日里就是太正经了 正经到什么样 她说了 我这辈子跟你说过最过分的话 就是将来我横竖和你在一块 我伺候你也行 只要能待在怡红院 横竖我死在怡红院也是好的 我尽一个奴仆之意 我能一直伺候公子便罢 从来没说过我有非分之意 更没有做过一点非分之事 毁啊 把个家宝玉说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就剩下哭了 能说什么呢 捧着掌心 看着两根葱管一样的指甲 清文蹭把小手抽出来 喝苦来这辈子偏偏要担这个虚名 咱们不担着 不担着又当怎样 说话 把这小手往唇边一放 两只指甲咬下来 各位 把这两只指甲捧在掌心 说拿什么包起来 各位 可不是从枕下取出小手绢 请问上手 把自己贴身穿的内衣 油打里边拽出来 哎 指甲放在里面包好了 交到宝玉手里头 这是我的衣裳 贴身穿的 你把它带回去 把你贴身穿的 也拖下来给我 我穿着 等有一日 进了棺材 就知道 是你陪着我 贾宝玉按姑娘吩咐地做 两个人摆衣服调换 请问结果这衣服 站在手心里 姑娘就一句话 不单着这虚名 照理说不该做这件事情 可既然他们都这么说了 咱们便怎么做 回去 他们若是问起来 是不是我的 不必扯谎 就说是 反正都这样 月姓 坐实了 不要说 请问这一辈子 没向前 卖过这一步 这套书 打从看书就说了 花西人勇敢地 往前卖这一步 总说 请问不卖这一步 不卖 说到今天了 各位 请问就快要死了 您记着 在整套 《红楼梦》里面 请问在爱情面前 不是没有卖过布的女人 她卖布了 将自己贴身的内衣 和二爷贴身的内衣 两个人做过了交换 这还不算是定情的信物 那么这个世界上 什么才算信物 我说今天这回书难得 皆是因为 这个世界上 有的人 用埋葬自己 来遇见爱情 请问 便是其中的一个 待会儿您听 还有用埋葬自己 来遇见其他的东西 这就是女人 没有办法 摆脱不了的宿命 请问 是众多人数当中 其中的一个代表 遇见爱情 为什么叫爱情呢 爱情这种东西 往往都是听说过 没见过 就是见过了 也留不住 实在是很难 可是偏偏就在 这样一个晚上 就在 卢西土炕之上 一个是身份 卑贱的丫头 一个 是官宦自帝家的公子 说传奇也传奇 就在这个晚上 他们是遇见过爱情 请问说 你走吧 二爷 事已至此 此地不宜多留 不是您该待的地方 贾宝玉答应着 答应着 可就是不走 怎么办 清文拿小辈 八脸 就这么一蒙 快走吧 就这么一层布啊 各位 这一层布外面 叫肝肠寸短 这一层布里面 叫热泽 叫热泪长流 贾宝玉一上手 想把这小布扯开 就见秦文 一只手一揽 别动 别动 快走 您知道 不走 便是对不起他 一走 便是天上人间 两不疯 两不疯 有多美 就有多疼 这就是爱情 传说中才有 这天晚上 他们俩人都遇见了 说书的在这儿 斗胆说一说 一个姑娘 用埋葬自己 来遇见爱情 请问是走在 这条道上的人 快把他送走了 咱们得说清楚了 所谓爱情 就是我一旦遇见了你 我就要把我有的一切 都给你 如果是我没有的 我就想尽一切办法 也都给你 有人说我傻 可是我没有办法 就像疯走了八千里 不问归期 我还是喜欢你 所谓爱情 就是我义无反顾 奋不顾身 给了你 伤害我的权利 情文 就是这么一个姑娘 最后见宝二爷一面 留下两个字 爱情 今天这回书 不单说爱情 为什么呢 太难得了 后边又出了俩姑娘 这俩姑娘 可有的说 说贾宝玉 声恐对不住情文 这才要抽身出来 刚要抽身出来 可了不得 各位 蹭 蹦出来一个人 你让把他一来哪去 给宝玉吓了一跳 拿眼睛一看 挡他的不是旁人 正是秦文的嫂子 那位说 秦文哪来的嫂子 这个话 还得从头说起 犹打头说 说那秦文 并不是自幼 就生在贾府 贾府家大管家 赖大家的女人赖嬷嬷 在人贩子手中 买过一个小丫头 说买来的是个小丫头 当时 因为岁数小 还没有梳头 各位 没有梳头 什么意思 这小孩 还是个孩子 还没有当小丫头一样 送到府里去 贴身 自个儿在身边 带着调教着 有时候 带着这小丫头 到贾母那里去串门 贾母应见这个孩子 灵力聪明 所以贾母才留下了 在贾母身边 学习家 舞活又因为手艺做得好 女工做得好 所以贾母特别喜欢 到日后才给了宝玉 赖嬷嬷 见这个丫头 千零百利 嘴尖性大 却不忘旧 十二个字 各位 给秦文写出了一篇正传 千零百利 嘴尖性大 却不忘旧 聪明 有脾气 念旧 怎么念旧了 她在赖嬷嬷跟前 百般的秧歌 说我从小落在人贩子手里 但是我家有一门亲戚 是我孤旧亲戚家的哥哥 我这哥哥尚在人间 现如今我在府里面吃得好 穿得好 可不可以把我哥哥 也叫到府中来做事 我哥哥是厨子 那么赖嬷嬷 因为见这个孩子 十二个字给他的评价 动了心思 便把他哥哥 买到了府中 就在府里边当厨子 见这个人做事还可以 随后又给他 配了一房媳妇 这书啊 前面这一段说的 乃是秦文的一段正传 您要是看支批呢 有这么一句话 说此一篇为秦文正传 可知秦文这辈子 为风流聪明所害 是为秦文写正传 乃是哭秦文也 也非哭秦文也 乃哭风流二字 这女孩子长得漂亮 千灵百利 风流就容易出事 乃哭风流二字 所以说越长得聪明 越要长心 没有心 又长得好看 就会比别人活得更危险 乃哭风流二字 那么 前面写的 这都是秦文的正传 这到后边再说 又给秦文的哥哥 说了一房媳妇 各位 这个媳妇可不好说 怎么不好说呢 这个姑娘啊 要说秦文 要说秦文风流 哎 他比秦文啊 要这个字 还得诚实 这不诚实 就光风流俩字 也够我这 四十岁的女人坐在这 费了劲了 难说了 这还是没勾引公子呢 各位 这比风流 再诚实 这姑娘可不好说 这说的就是秦文的嫂子 这秦文的嫂子 一上手给宝玉一来 别走 这宝玉吓得直躲呀 好姐姐 别闹 别闹 就剩这俩字了 别闹 我带的 有老妈妈来 就在院门口呢 没事 我早给她支走了 这宝玉更害怕了呀 您好生伺候着她 先甭说她的事 咱们俩人先说说吧 说的是什么 各位 我给您背诵一下原文 要不怎么说 说书得够意思呢 说这段书不好说 咱们跳过去了 此处省略五千字 小说可以这样 说书能这样吗 不能 咱们得说给您听 怎么说的 原文上说了 久闻不如一见 我等了你多少日子了 却原来你也不过 就是空有个幌子 长个好人样 不中用啊 我刚刚在乌眼底下 听了你们俩人说的话了 外边人都传 说你在风月场上 是惯做功夫的 可知 外边人说的话 是不能信的 就好比我们姑娘这一日刚刚回来 我料定你们两人是有偷鸡摸狗的事情 可我刚刚听完你们俩人说的话 若是有偷鸡摸狗之事 也不会这话就说到如此吧 我既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望后啊 你只要是想着我 便往我这来 我也不裸造你便是 我没法啊 像我演王熙凤似的 这么生情并茂的给您学 我要一学呀 这书就没法说了 不是老先生说了吗 评书吗 有三分像就可以了 不必十分像 这样的人物 咱们就不十分像了 可是咱们得把他说的这层话 说明白了 第一层意思 我听出来了 外边传你是个风流的公子哥 你跟我们姑娘可是干干净净 麻事没有 我听懂了 第二层意思 我虽然很喜欢你 我很想在我这房一直的等着你 我之前也等着你 但是我之后再等着你 你来 我也不招惹你 这个姑娘表达了这么两层意思 第二层意思 咱们俩 两路人 你可以来 我很喜欢你 但是 我不会招惹你 给个宝玉吓的 就托付他一句话 好姐姐 我就求求求您 好生的您再照看他几日便是 贾宝玉顾不上说别的 有打摊 这走了 回宜宏院 咱们疏以简洁为妙 说回了宜宏院 这夜晚间 新人问他 晚上 怎么铺床 怎么安置啊 宝玉说 那你看着办吧 为什么好端端会有这么一句话呢 贾宝玉 自小 公子哥 惯着长大的 事多 因为说怎么事多呢 他晚上这一宿躺下 哟 一会儿渴了 要喝茶吧 一会儿做梦了 害怕了 一会儿寂寞了 有个人得陪他说说话吧 一会儿又想看书了 又想写字了 再给掌上灯淹没吧 离不开人 离不开人怎么办 晚上就要有一个人 专职的伺候他 那位说了 说花席人和他都什么样的关系了 不早就勇敢的迈出内部了吗 这人物自然得是花席人来 晚上花席人得伺候他呀 各位 原文上说了 都以为花席人勇敢的迈出那一步 这个夜里边伺候宝玉的人一定得是他吧 他得多护着这个位子呀 把情文视作 眼中钉肉中刺一般的得扒出来 那么夜里边伺候宝玉的这件事 能轻松的就让给别人吗 这都是常人的想法 花席人偏偏告诉宝玉 咱们整个院子里面 加上你的这些贴身衣物 所有的活迹都是我的 晚上你睡了 我要好好的去把这些事情都理清楚 安排下院子里面这些小丫头所有的事物 这是其一 其二 这些年了 我身子不好 常常有时候 瘦完这坛当中 见有血丝 总是夜间在这伺候你 恐怕对二爷身子不利 说的多好啊 我觉得我好了 但是坛里面还有血丝 我晚上和你在一处 不方便 如此这般 夜里面也只有情文睡得清 千零百利吗 一觉就来 做事情手脚麻利 所以在宝玉身边永远放着 在这个床底下还摆一张小床 这张小床是仆人值班的床 别人不伺候 上夜值班的就是情文 就因为情文被轰出去了 这天晚上家里没人了 席人才问 那怎么办呢 宝玉说 那你看着安排 这个时候 席人才回到这个位置上 那位说了 说花席人 厉害啊 他不是一般的厉害啊 各位 什么样的年纪 年方二八 他把自己的青春都寄献给了贾宝玉 就在这样的时候 他退身一步 每日夜里的事情 他让给了情文 自己退一步 住在房外 各位 各位 不论是情文还是习人 都是不得了的女人 关于寄献自己这件事情 情文 刚才我说了 他在爱情面前 寄献了自己 可是这个世界上 偏偏就有的人 用埋葬自己 来遇见婚姻 这个人 就是花席人 当初既献自己 是为了婚姻 现在退一步 离这件事情远远的 也是为了婚姻 王夫人说了 现如今 倘若把这层窗户直挑开了 只恐怕 花席人倒不好管 叫着宝玉了 倒不如这般 黑不提 白不提的说 王夫人这一句话 警醒了花席人 两三年 黑不提 白不提 倘若他天天 事情在宝玉这房 定给自己 惹来无数的麻烦 不如忍一时之躁 那位说了 说书的嘴里边 说出这句话来 太容易了 忍一时之躁 什么样的年纪啊 公子丫头 年方二八 忍一时之躁 习人 忍的可不是一般的疼 忍的是自己的焦躁 还得把情文放进 里屋 这个女人 为了婚姻 也是拼了 我说句文学点的话 说习人 刚才给了情文一段 文学的话 公平起见 也得给习人一段 说这个女人在心上 筑起的是金刚堡垒 金刚堡垒之下 守住的 是蛟龙困凤 守住的 是用牙咬住的 挣扎往外飞 人明明走在 人间春光里 满天的星辰都为爱低垂 可是偏偏要把心化作 一座无字的石碑 要把心化作 一潭风吹不咒的冰水 把耳朵闭上 假装这辈子永远都听不见 千里之外 蝴蝶 问玫瑰 这就是花席人 您可以鼓掌 没事 忍住太不容易了 不是谁都忍得住 可是这个世界上 就有一种女人 用埋葬自己 去遇见婚姻 说了两种了 今儿一晚上 为什么说您来着了呢 您得听三种 有人用埋葬自己 遇见爱情 有人用埋葬自己 遇见婚姻 还有最可悲的一种 用埋葬自己 遇见自己 你们是谁 不能不告诉您 她的名字 这个姑娘 叫灯姑娘 不是旁人 就是刚刚拦住宝鱼 遇到这一位 说着说着又说回来了 为什么得把它放后都说呢 因为先说遇见爱情的 再说遇见婚姻的 那位说 世界上 女人的命运 不过如此 就是两种吧 要么是爱情 要么是婚姻吧 不 还得特别负责任的 还得特别负责任的说 有第三种 既没有爱情 也没有婚姻 玩儿 这个姑娘 叫灯姑娘 情文的嫂子 情文的哥哥 没有名字 在这套书里 人送一个外号叫 多昏虫 娶的这个媳妇 叫灯姑娘 人家说 怎么给她起这个名字呢 现在咱们就说说 为什么曹雪芹先生 给她起一个名字叫 灯姑娘 就是这个灯 我给您 再背诵一段原文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个女老师 我没法代表演 跟您说这段话 原文才能说出来 曹雪芹先生这意思 说当日里 因为情文千灵百利 故而把她哥哥也 收进贾府 却不想这个人 一招申安肃 就忘了当日里 颠沛流离之苦 一入贾府 便是一味的死吃久 不顾家小 偏巧又娶了一个多情 美色之期 这多情美色之期 见她只是一味的死吃久 不顾性命 又不知风月 免不了 有奸家以欲之探 红颜寂寂寞之悲 又见她 海量气性 并无寄亲度枕之意 故而在宅内 广纳雄才 召集财俊 十日久了 上上下下 竟有一半 是经她考试过的 我不知道 我背诵这段原文 大家对灯姑娘 大概其的生平 您就都了解了 她嫁了一个 中年油腻男 用现代话说 这厨子就是个中年油腻男 不仅仅油腻 而且不知风情 不解风月 只知喝酒 可是有一样好处 海量气性 并无寄亲度枕之意 于是这个妇道 更加的自情纵欲 这四个字很狠 自情纵欲 我刚才说了 她玩 她没有婚姻 也没有爱情 玩 用时下最流行的话 说叫作 作成什么程度 宅内上上下下 有一半是经她考试过的 这就和刚才 她拦住宝玉说的那个话 啊 我等了你多少日子了 知道你惯事个 在风月场上做功夫的 见着你也不过如此吗 这个话就暗和上了 为什么呀 她老举办考试 宝玉 这是今天才来 就这么能做呀 那么这个多昏虫娶了她 人都说她这个媳妇叫什么呀 多情风流 那位说 不是说这个 情纹也风流吗 那么这个灯姑娘和 情纹 一个是遇见爱情 一个是天天玩 天天作的 都叫风流 风流与风流不同 哪儿不同 情纹 遇见爱情 够 灯姑娘 也风流 遇见爱情 不够 哪儿不够 不见得 是长相不够 这一辈子很难说 许是绅士 许是德行 许是某一样致命的短板 这样的姑娘 纵然有一千个心 想成为情文 可偏偏 命运 没给她这个机会 让她成为情文 生活当中 这样的人很多 这样的姑娘也很多 曹月琴先生 大悲悯情怀 同情各种各样的姑娘 包括灯姑娘 说书的作证 特别负责任跟您说一句话 曹月琴先生 无限同情灯姑娘 一点都没歧视她 一颗平和之心 看这样的人 别老生活当中 看见有一个人这样 飘一眼 一句话 妖精 妖精 负责任一点 每一个妖精 都有她不得不作妖的来路 在你说她妖精之前 在你给她卡一个戳 妖精 给她卡这个戳之前 请你知道 她不得不作妖的来历 她远比前文书说过的多姑娘 要可爱的多 多姑娘 是和贾连 有私情的那个姑娘 她图钱呢 她图力呀 她图贾连一次又一次的 给她小恩小惠 提拔她两口子呀 灯姑娘就怎样 刚才我背了这么长的一段原文 各位 她在宅内上上下下 变懒英才 她要过一分钱吗 没有 她为什么呀 寂寞 红颜寂寞之悲 奸佳以欲之谈 一个姑娘 但凡有了三分的水色 嫁给多昏虫 这样的男人 这一辈子 她身上有一分的亮色 没有一个男人正眼看过她 她不甘心 可是她又没有宝钗 没有待遇的命 没有习人 没有情文身上的 这一点小才华 她不甘心 她也要亮一下 她没图钱 没图力 没图哪个男人 能多带她吃一点好吃的 她就被在男人面前亮一下 这辈子死也值了 有些女人 就是拿着埋葬自己 来遇见自己的 前两种都给一段话 今儿说到这儿 说到她 也给一段话 我不知道 我在黑暗中 究竟忍了有多久 我不知道 我来到这人间 究竟忍了有多少年 我从远处赶来 流连往返人间 我为这人间 而狂野 我要做耀眼的瞬间 我要做划过天边那一道刹那的火焰 我知道我终将熄灭 但是你要记得 如惊鸿一般短暂 如下花一样 绚烂 走在三条道上的女人 无所谓对 无所谓错 本来就是疯马牛 不相及 本来就是鸡同鸭说 鸭同鹅说 有的人要遇见爱情 有的人要遇见婚姻 有的人跟两样 全都无缘 他至少活一辈子 要遇见他自己 只是可惜 第三种 虽然就亮那一下 路程 未免太短 死得 未免太早 多少 有些不值 老天爷 没给你待遇 宝钗的资本 大智慧 大美丽 没给你习人 秦文的小智慧 小美丽 再坚持一下 再往前走一走 再守住一步 每个人其实 都可以活得更好一些 我们身边有很多 很多这样的作女 但是 她们和多姑娘不一样 今天这套书说到这儿 最后 说曹雪芹先生 给了这个姑娘 一个多好听的名字呀 灯姑娘 我要亮一下 灯姑娘 女人活着 着实都不易 今天这书 稍微多说了 几分钟 您得问我 有人拿埋葬自己 遇见爱情 有人拿埋葬自己 遇见婚姻 有人拿埋葬自己 遇见自己 张老师 您属于哪一种 我拿着埋葬自己呀 遇见 红楼梦 谢谢 一生不作 二目无神 三餐不吃 四肢乏力 五官错位 六欲皆空 七窍不通 八面微风 九坐不动 是十事 无用 谢谢大家 刚才说这几句呢 这个 皆因为 今天咱们书里面 要说一位 七窍不通 八面微风 九坐不动 十事 无用 的人物 您要是提前 遇袭了 恐怕都知道 今天要说 王夫人 十事 无用 怎么个无用法 咱们待会儿呢 到书中再批 闲言少叙 皆说这一回 红楼梦 那么前文书呢 正与您说到 红楼梦里面 著名的一个桥段 叫做 宝玉夜叹情文 上个礼拜 正说到这个 众场书 也皆因为 上上个礼拜呀 耽误了那么 一回书 所以上周呢 多说了一会儿 应该说呢 是个比较华彩的篇章 因为您 听各个取种 尤其是咱们取义 不管是南方的 还是北方的 不管是这个 谈词开篇 还是说北方的 京韵大鼓 那么 说到 红楼的著名的桥段 总是绕不开 叹情文 宝玉夜叹情文 这是华彩段落 上个礼拜 我说这段呢 评书里面这段 也算是 赶巧了 机缘巧合 咱们就把情文 习人 灯耳 放在一块堆 这一回书呢 说了三个姑娘 那么 上周说到最后的时候 正与您说到 宝玉有打 情文家里边回来 晚上嘛 要歇下了 这个时候 习人问他 今儿晚上咱们 怎么铺床 这是情文走之后 公子第一天面对 晚上没有情文 侍奉的这个夜晚 这是头一天 这一天呢 应该说院子里面 众人都很不适应 这个书啊 就得打从宝玉 很小的时候开始说 其实 花席人和情文 都是老太太房里的丫头 那么 老太太格外的疼爱 贾宝玉 那么 手里边先调教出来的是席人 这个姑娘 忠厚老实 为人肯干 所以说人长得不是那么漂亮 那么好看 可是呢 做事情特别踏实 放心 老太太把她放在宝玉身边 给了宝玉 习人先去的宝玉身边 她又是大姐姐 宝玉小吗 诸事照料 那么在那个时候 宝玉睡炕上 炕底下搭一个小铺 晚上直寝的 不是旁人 就是习人 然而习人特别有心 越是因为惦记着日后要走上 姨奶奶之路 因为她当不了宝二奶奶 宝二奶奶这个位置是薛宝钗和林黛玉之争 但是姨奶奶的这个位置是花西人一直惦记的 为了能够肃清一切障碍 少让人嚼舌 她怕别人嚼她说她是狐媚子 每天以这个事情接近宝玉 让宝玉离不开她 让外人传言这些事情 在老太太太跟前够病 所以越是和宝玉已然有了夫妻之时 越要伺机找一个机会撤回来 那么老太太房里面 习人走了 又来了一个乖巧伶俐的小丫头 老太太看这个姑娘不但模样长得好 心灵手巧 把她放在宝玉房中 宝玉黏黏的身上的这个小物件到大衣上都有照料 这个人就是秦文 把秦文又拨到宝玉房里面 秦文是后来的 也是老太太给的 那么就因为秦文手脚麻利 花西人反映这个快 越是想撤退的时候 秦文这个时候已经在 贾宝玉房里面闪亮登场 他把这个位置让给了秦文 每天晚上秦文在这伺候 从一个最耀眼的位置 他黯然退场 越闪亮的地方越容易犯错 那么秦文在这个位置上 兢兢业业伺候宝玉 您要到后文书厅 五年八月有机 贾宝玉后来写这个垒文 惦念秦文的时候说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亲力辖蟹 切断了这个习惯要断 每天晚上 这小铺上都有这么一个值班的人 今天要没了 临睡之前 该铺床铺床 该在这拨灯心拨灯心 实际上大伙心里面咚咚咚直跳 众人皆不适应 秦文今天走了 新人问 怎么睡呀 你说怎么安排 就怎么安排 花西人拿眼睛这么一扫 秋文摄月 不够个料晚上在这值夜班 旁人就更不够了 眼下秦文走了 他正是得宠的时候 太太也不会挑他的礼 此时此刻 照顾好宝二爷 不出半点的差错 这才是首当其冲的 所以花西人很大方 铺好了这个值班的小炕 他就躺在这个小铺上 这天晚上就这么睡 那么西人都躺下了 把小辈盖到身上 嗯 你看公子 没躺着 坐在炕上 两只眼睛醒着 你也呆呆发愣 如同木雕泥塑一般 等谁呢 没等谁 等谁 俩人都不知道吗 谁都明白 宝玉为什么不躺下 睡吧 睡吧 不早了 不早了 啊 文言了 你要用我现在老百姓说话 叫遮饼 遮饼这个话 尤打哪来的呢 哎 尤打饼称哪来的 你看 凡是在家里烙饼的女同志 大家都理解 对 这个 咱们苹骨行特产还是肉饼 大家只恐怕对这个烙饼的过程都比我熟悉 遮饼 翻过来覆过去的睡不着 花西人就躺这看他睡 睡不着 知道心里想什么呢 想情问哪 两个人一个在炕上一个在炕底下 各怀心腹事 尽在不言中 好不容易熬过了三晶天 西人厅宝玉那边 渐渐的安静下来 方才朦胧睡去 这席人听着有小呼呼打起来了 妹妹也睡着了 谁能想到 刚睡了不足一刻 就听见宝玉喊 请问 请问 花西人蹚下就打炕上坐起来 有人在呢 宝玉也坐起来一无嘴 其人没听见一样 把灯掌上 拿着 拉台 一照 我在呢 我刚才 喊什么了 喊秦伦呢 宝玉觉得很尴尬 喊错了 其人没事儿 宝玉没事儿 宝玉没事儿 秦闻人走了 我只恐怕 这个名字一时半会儿还是去不得的 各位 常面很尴尬 一个男孩子 身边 他睡去了 守着一个女孩子 睡梦当中 他喊了另外一个女孩子的名字 只有可能 说明花西人的身份地位 皆在宝玉之下 而且是他苟着宝玉 我说句老百姓家常话 两个人的关系 谁巴结着谁 这很明显是 习人巴结着宝玉 奴婢 不尴尬 这有歌 现在 您试试 在座的男同胞 您可以挑战一下这个事儿 回家今儿晚上您试试 您喊错名字试试 翻手就一大嘴巴 叫什么呢 还别算完 再叫一遍 给你十个胆子 让你再叫一遍 您看有几个敢叫的 没有叫出来的 唯独这书 搁在宝玉跟 习人这儿 习人没事 当日里我天天在这小铺上 职业伺候你的时候 晚上你也常常见着他叫我的名字 人家还解嘲 不尴尬 他走了 自然名字还是要叫一阵子的 干嘛呀 有事吗 我渴 那等着 大姐姐 给倒一盅茶 来 把水喝了 伺候宝儿爷喝上这盅茶 没当一回事 睡吧 俩人又躺下 这就是花锡人哪 什么样的心胸 什么样的度量 怎么样的忍让 各位 那不是忍让 在这个事儿上 心早就死了 没动过 但凡有一点动心 搁女人身上 容不下 我老说 前文书 上个礼拜咱们说 情文和习人两个人之间的差别 有的人 用寄宪自己 来遇见爱情 说的是情文 遇见爱情的人是他 可是当初守住了自己 也是为了遇见爱情 为什么呢 遇见爱情的人 容不得半点的猥琐 他受不了 在和宝玉的关系当中 有一点的不干不净 不清不楚 搁不下 猥琐二字 所以才都守住 可是上个礼拜咱们说 情文到临死之前 和宝玉两个人交换衣服 别小看 交换衣服 这个事情是个形式主义 实际上 是情文 在寄宪自己 这个时候 往前迈一步 也是为了遇见爱情 奋不顾身吗 奋不顾身才能说出这个话来 你回去 旁人看见我的衣服 有人问你 不必装 你不要撒谎 你告诉别人 就是我的 我喜欢你 光明正大 没什么藏着掖着 奋不顾身 进和退 皆是为了守住爱情 不过说真的 所谓爱情这两个字 真的是给有奋不顾身 精神的人预备的 说这个人 我一辈子 我特谨慎 我绝不往前 多卖半步 那对不起了 您这辈子 见不着爱情 倒不是说 爱情这东西有多好 不是说它有多好 因为它很玄虚 听说过没见过 见得着也抓不住 不是说它多好 但它有这个特质 只有奋不顾身 义无反顾 飞蛾扑火的人 才能抓住它那一下 这是情文 割习人身上 哎 退一步 是为了生活 进一步 也是为了生活 人家和爱情没关系 哎 活着 所以说 碰上这样的事 心一点都不动 心早死了 没事 睡吧 还哄着 俩人再躺下 哎哟 这宝玉又折腾了 足有一惊天 到五惊天 贾宝玉 方才 朦朦胧胧 又睡着 这回睡着 可不得了 各位 朦朦胧胧胧 刚睡着 就听见 有脚步声音响 贾宝玉 一睁眼睛 见有人挑门帘而入 宝玉坐起来 你怎么来了 我来跟你辞道啊 跟宝玉说话的 可不是旁人 正是秦文 贾宝玉 见秦文走进来 还如同往前 一个模样 峨眉两道 春山翠 杏眼一对 避水城 活脱的 跟日日里 在跟前的样子 都一样 辞道 你要去哪儿啊 过了今儿 我可就要回去了 你们 都在这儿 好好过吧 回去 回哪儿啊 从哪儿来 便回哪儿去 好姐姐 告诉我 你往哪儿去 秦文打一个手势 告诉他不语 不要说 拿手一指 贾宝玉似懂非懂 你要回天上 秦文一乐 有时候 分开 也是一种缘分 说完一转身 飘飘渺渺 就跟眼目前 这么一晃 贾宝玉觉得 这人要走 紧跟着要追出去 刚朗前一脉步 就听得屋里边 噗通一声 花心人 瞪一下坐起来 二爷你没事吧 再睁眼一看 贾宝玉 一个大屁股 摔在地上 实实在在 哎呦 新人赶紧上前 外边秋温摄月 听见动静也都进来了 掺着宝玉 给宝玉往床上扶 你怎么了 二爷 都多大了 怎么还从床上掉下来了 宝玉这哭啊 谁都不管不顾 根本不解释 为什么掉下来 秦文死了 给秦文摄月 吓一跳 都不知说什么好 新人一舞这嘴 说什么呢 天都亮了 大天白日的 没你不敢说的 生死了 真死了 刚还来 跟我辞道呢 有完没完了 这话说了 总有一天了 打从昨儿白天就说 白天惦记着 晚上干这事 秋温摄月 吓得不敢答言呢 新人挡的头了 一口咬定 宝玉跟着胡说三道 怎么着啊 左哄右哄都不行了 是吧 那 还非得去瞧瞧去 好啊 现在就去 去什么呀去 给新人气坏了 现在纵着你 让你去一趟 太太问下来 我还要不要脑袋了 你说还来劲了 去什么呀 那我不去 你差一个人 去问问呗 你怎么着 他走了 他是走了 他梦里 跟我说的真真的 不但人走了 他还说 他要回天上去 瞧吧 他能的 不但死了 还得回天上去 回天上干嘛呀 值班啊 我哪知道 也没准 他是哪路的神仙呢 小鸭子们听的 眼睛都直了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屋里好几个小丫头 请问姐姐是神仙 这话 咱们现在当笑话听 这有书 搁着好几百年以前 说明清时候 说谁谁谁家 有个姑娘死了 上天当神仙去了 没人当笑话 听着也都真真的 为什么呀 那个时候 神花故事传的多了 类似这样的事 就更多了 尤其是像秦文这样 活着的时候 受苦受难 屋里面丫头都知道 他遭了好多冤枉 受了好多罪 所以在故事当中 越是像这样的人物 死了之后 有好多都是要上天当神仙的 当然说书的在这 也不是信口胡说 捡一个来说 咱们说的也都是 中国的这个 传统的神花故事 说以前 有一个姑娘 叫子姑 活着的时候 在婆家受虐待 家里面脏活累活都让她干 后来得病 苦不堪言 在正月十五这天 这个姑娘累死了 累死之后呢 那么她上天当了神仙 就是主管的这块不好 民间有人说这个子姑 叫厕神 厕所的厕 那么中国人 久远以来 很久以前 这个就有这个习惯 小孩应测身 什么样的小孩呢 传说相传 还都不是男孩子 女孩子 龟中的这个女孩子 大门不出 二门不脉 因为这个子姑 是一个很小的小神仙 把她请回来干什么呢 陪这个大门不出 二门不脉的小女孩 在家玩一会儿 有这么一个 你要看这个很科学的 这个科考 说中国人在宋代之前 赢这个子姑 都是在正月十五这天 过了正月十五 这个宋代之后 不在正月十五这天 小女孩也可以赢子姑 一般就是有特殊的方位 特殊的位置 拿这个书戒杆啊 或者拿这个小布头啊 扎一个小娃娃 她有这个 请子姑的这个话 很有意思 充满了这个 对这个姑娘的同情 说这个子虚不在家 小姑也回家去了 你出来玩玩吧 子虚说的是 子姑生前的丈夫 小姑 你的小姑子 这都是她生前虐待她 欺负她的人 她们都不在家 你可以出来玩一会儿 诶 那么据说呢 赢了这个 侧神 子姑来之后呢 就会陪这个家里的 小姑娘 可以做一些 就是归宗的这种占卜 非常简单的 据说宋代之后 就不用正月十五这天 其他的日子口 也可以给她请来 那么实际上这都是对 古时候 年轻姑娘遭受虐待 一种很美好 一种寄托 希望她死了之后 都能够上天去做神仙 那么这样的事情 在咱们今天 听起来大家当个新鲜事儿说 包括前一段时间 就聊一分钟闲片 还有的观众朋友们 给我们这个说书的同仁 有很多提这个建议 说你看 您可以说什么什么书 这挺适合当评书说的 就有人提出来说 山海经很适合 就说山海经里面 这当然这个 适不适合说书呢 咱们单说 但是我也翻过这个书 里面就有很多的神仙 中国相传的很多神仙 但是不是说 像咱们平时常见的这种 不是特别常见 那比如说 说到这个羽人 羽毛的羽 羽人 包括今年我去这个 博物馆参观 还看到许多 唐代的一些 这个陶器啊什么 上面画的有这个羽人 人形带着羽毛 关于他们的一些传说故事 那么这里面呢 我也曾经翻到过 类似像子姑这样的神仙 有很多名字 有的叫他子姑 也有的叫他这个灰三 坑七啊 每个地区就给这个小神仙 起的名字都不一样 总之 说这样的事情 搁在红楼梦那个年代 大伙听见之后 都会打一个机灵 为什么 当真 尤其小姑娘 和秦文朝夕相处的 听宝玉这么一说 跟真的似的 耳眼梦见 闻姐姐了 闻姐姐要死了 要回天上去了 她活着的时候 我怎么没好好求求她呢 小孩嘛 一听这事都跟真的似的 宝玉这更央夸着羽人 哎呀不行啊 我得去看看她 新人这摁也摁不住 我这折腾 就在这会儿 听见外面 啪啪啪 有人扣打门环 秦文跟摄月紧着忙着 到院门口 到这来开门 把门打开了 一看 天已经大亮了 跑进来的不是旁人 正是王夫人屋里的丫头 跑的叫上气 不接下气 可了不得了 快快快 叫宝玉快起床 快洗脸 换上衣裳 快到上房去 又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我刚刚传的这句话 可都是太太的原话 今儿有人请老爷 寻山赏桂花 老爷说了 宝玉钱师做的好 所以呢 因为喜欢她 才要带着她去 太太说了 叫宝玉 赶紧的往上房去 老爷还跟那儿 等着她吃茶呢 桓哥已经去了 我这就得去 再告诉兰哥 快跑 快跑 地里都鲁说一串 秋门舍月听着话 紧着忙着赶紧点头 还没反应过来呢 就见这小丫头 登登登登登 跑得真快 又奔到岛乡村去了 到岛乡村去找李丸 李丸的儿子 贾兰 也要去传这个话 那么 秋门跟舍月 得着这个信 不敢耽搁 登登登 几步 跑到内房 进来 见着席人 不能耽误 传的是太太的话 太太说了 叫宝玉快起床 快洗脸 换了衣裳 快去上房 今儿有人 请老爷寻山赏桂花 老爷说了 因为宝玉 钱师做得好 喜欢宝玉 所以才要带宝玉去的 太太的话 一个字 也不许传错了 刚才他屋里来的丫头 这回子 已然又笨了 到乡村 去兰哥那传话了 说了 还哥已经去了 让一刻都不能耽误 贾兽玉这本来整根 新人折腾的 我要去看秦伦 我要去看 新人看着他 还去吗 看桂花 对 寻山赏桂花 对 今儿不看秦伦 今儿看桂花 快起吧 洗脸呐 哎 宝玉这哭 哭天磨泪 赶紧的摄月秋纹 这伺候着 给二爷打水洗脸 编辫子都给收拾得了 西人这儿 把衣裳准备出来 换衣裳吧 宝玉看看这衣裳 不对 一腿 不要这个 怎么了 看桂花不能穿这身 这身怎么了 太心 说话自己上前 看看这衣裳 捡了一身 就他吧 两件搁一块 有什么区别呢 小丫头们一上眼 也能瞧得出来 一件是斩斩鲜 颜色鲜亮 另外一件 三成心 我每回说书啊 为了给您各位准备的 相对准确 我都不是看一个版本的 红楼梦 一般来说 我得看两到三个版本的 摘着这个 比较 我认为贴切的 有些略有不同的地方 斟酌斟酌 摘出来跟您说 实不相瞒 就这两成心 三成心 您看 版本不同 都不一样 因为有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 有这个中华书局出版社的 有这老版的 有新版的 这就说明 这个 每次修改编著 这个编辑 对这个事都很在意 有的人说 宝玉就拿一个两成心的 比那三成心的 还得再减上一成 为什么 因为要去见 老爷 这说明 和爸爸在一起 是不要穿的颜色线脸的 容易挨揍 在贾宝玉的心里 去见贾政 最好就是灰的 在他眼前 最好就这么飘过去 让他都看不见 这就安全了 这么低 公子穿一件 旧衣裳 换不好了 席人 给送到门口 有人伺候着 这要往上房去 到了门口了 宝玉一把腿又回来了 你怎么不去呀 好姐姐 我求求你了 我走了 你好歹 差人到他家去 问一声 我就想要个信 好 去了呀 跟老爷跟前 你机灵着点 别挂着了 我让人去问 行吗 哎 那花席人 给安慰的 好好的 送走了 花席人是什么人 前脚看 有人伺候宝玉走了 秋文跟摄月 在旁边待着 那 我们 要不要去 去什么呀 今天园子里边 多少事啊 还不回去忙去 啊 这就是席人 确实厉害 那位说了 是 您就看 《红楼梦》到最后 呼啦啦似大厦请 死的死 咱们再说一句 咱们再说一句 花席人 和秦文的 叛词 贾宝玉 神游太虚幻境 就在这个太虚幻境里面 景幻仙子 实际上是引着他 让他把这个 金灵十二差 这些 判词的册子 一侧侧的打开 拿在手上第一侧 并不是正侧 是副侧 先看的是副差 首先见到的 就是两位 秦文和习人 那么秦文的判词 上个礼拜定场时 专门就背着秦文的判词 季月难逢 彩云一散 心比天高 身为下见 风流灵巧 招人怨 受邀多阴 诽谤生 多情公子 空千念 啊 秦文这一辈子就死在风流灵巧之上 虽然有人恨他 有人害他 可是他最后换来了一句话 多情公子 空千念 虽然是空的 可是他换来了 一个人真心的想他 思念他 多情公子 心里面是有他的 反过来说 那天宝玉看到的 习人的判词 第一个字就坏了 网 冤网这网 网字温柔和顺 空云似贵如蓝 白虾 温柔和顺 温柔和顺也好 似贵如蓝也好 多好啊 刚才咱们说这段书 这脾气 这容让 这会打理 前前后后的照顾 似贵如蓝 温柔和顺 白虾 堪献 幽灵有福 这个姑娘真的有福气 这么多姑娘最后死的死散的散 她有男人有依靠 有吃有穿 有福吧 可是 可叹 公子 无缘 最后一句话 秦文和习人 叛词的最后一句话 都是和公子的关系 一个是真心的换来了公子的惦念 一个是当真的和公子擦肩而过 假的 永远换不来真的 秦文 八心八肺 一颗真心 扒出来给宝玉 才换来真心 这是这个世界上 永远都变不了的定律 皆是如此 那么 再耽误一分钟的时间 为什么说这么多的秦文和习人 这个桥段啊 太适合说了 从开篇说红楼梦 就总说 秦文 是 小黛玉 习人 是 小宝钗 啊 您看这个红楼梦 包括这个各种红楼梦的这个研究 流派 各种说法 都绕不过去这个说法 总有人这么提 包括我说书在这儿 也说过很多次 小宝钗 小黛玉 那么 这个 花西人有多么样的 像是一个小宝钗 就我刚才 今天晚上坐在这儿说的这一回书 滴水不漏 到处打点 这个人有容让之心 这都是宝钗一贯的风格 颇有小宝钗 颇有小宝钗之风范 秦文 脾气不好 有小性 但是这个人 为人之真 至真至纯 小黛玉 那么 老这么说 为什么 为什么 曹雪芹先生 写这么 两个形象的女人 不就直接把笔墨 给了宝钗 和待遇就行了吗 为什么要分成四个 有大小之分 写出来四个女人呢 就这回书 是个最好的点 能够解释 皆是因为 谈到了 这个 秦文和 临死之前和宝钰 交换衣服 那么回来之后呢 又交代了 习人 伺候宝钰 晚上 职夜班 这档子事 说到这点事 这是很微妙的 曹雪芹先生 写《红楼梦》 这是 写的是 明清年代的事情 在那个时候 大家公子 大家小姐 金枝玉叶 像宝钗和待遇 这样的身份 永远无法用笔触 来写到这一笔 关于 公子 和这个 姑娘们 在这个 少男少女 他们小时候成长阶段的这笔 你要想把这个事写在林黛玉和薛宝钗身上 没法落笔 所以非常巧妙的用他身边的丫头 有了 小待遇 有了 小宝钗 就着这个事 有的人是怎么样的扑上去 有的人是怎么样的躲回来 反而把这个事情 把这个人物的性格就写得饱满了 所以一下就成了四个人 大宝钗 大待遇 小宝钗 小待遇 今天正好这回书说到这 就解释一下 那么 说宝钗去上房了 习人压根没安排这个事 这一天 医护院该干什么干什么 花心人压根没张罗 咱们哥家花心人不说 单说宝钗 奔上房 到太太跟前 老脸太太都在这 一看呢 人家桓哥 兰儿都已经到了 拜见父亲 这边呢 兄弟拜见哥哥 贾政特意嘱咐 说今日里咱们去寻山赏桂花 当着外人 你们两个人待会儿 可要多听宝玉的 孟夫人听见特别高兴 很少这么抬举宝玉 为什么呢 老爷说了 宝玉这个孩子 虽然说在念书上 没有你们二人有灵性 可是提连对师 他倒是颇有些天赋 每回贾政带着宝玉 和这些文人默克的朋友 在一块的时候 贾宝玉特别长脸 四叔五经背不下来 哎 就是这个提连对师 比别人都好 孟夫人听见很满意 哎呀 还是自己最近把妖精都清出去 这是个正经事 我儿子之所以有出息 还是我管的好 这么的 伺候这爷儿几个 吃茶 用早饭 他们都走了 那么王夫人 那么王夫人呢 回自己房里面 休息休息 今天惦记着 有大事要办 办什么大事各位 茶超大官员 说把什么司祈轰了 入化轰了 这都不叫事 在王夫人 在王夫人心里面 清走了秦文 送清了宜宏院 这是大事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 他轰秦文的时候 便说过一句话 听说你是老太太房里的人 那好吧 等我明儿回了老太太 我自然是要把你清出去的 这是他跟秦文当日里甩出来的话 可是您坐这听书 哪回也没听见我说 他真去找了一回老太太 跟老太太摆明了这件事 没有 儿媳妇早就越过婆婆 自己把这事办了 事情虽办了 可是 仙展还是要后奏的 依然把秦文轰出去 到现在都没跟老太太说 王夫人心里面始终是个事 他不是不明白 他安插了一个人 席人心耳神意放在怡红院 老太太不是没有中意的 孙子的小妾 也有要给孙子娶小妾的 这个候选人 谁呀 秦文 这个书说到后半部 老太太跟王夫人表面上 老祖宗 哎呀 小儿媳妇我最喜欢 全都是假的 没一句是真的 为什么 两个人胶着的就是宝玉的婚事 当然 娶姨奶奶这事 还在其次 主要的是娶少奶奶 一个看好的是薛宝钗 一个看好的是林黛玉 所以娘俩为这个事 一直叫着劲 现如今 王夫人一声不吭 连招呼都没打 愣给 把老太太人轰了 能不惦记去解释解释吗 今天心里边没打着别的事 得去老太太那一趟吧 这件事产平了 回来喝口茶 稍事休息 正准备起身奔老太太那房去 就听见门口是吵吵嚷嚷 王夫人这脸呱哒一下掉下来 何人在门口裸造 有小丫头出去赶紧看看 回来禀报 回太太的话 是前轰出去的方官 偶官 蕊官 他们三个人的干娘来了 他们来闹什么 必然有事 让他们快进来说 不处理完这点事还没法走 为什么呀 这和轰秦文是一档子事 那天到怡红院 在怡红院 不是轰了秦文一个 轰了三个 秦文 四二 方官 秦文和四二都是丫头 方官则不是 方官是离乡院的 小戏子 当日李元春 醒亲之时 贾府财大气大 朝中专门拨了专款 元春回家来 家里面要丝竹乐耳 奏乐相迎 不用江湖上的戏班子 要有专门名师调教的 很有前途的 干干净净的小戏子 那怎么办 现买 现交 专门拨的专款专银 由贾荣下江南 在江南买了十几个 穷人家有灵性的女孩子 搭建戏班 买进贾府 又在外面专门请了先生来给他们说戏 这几个孩子就是在贾府长大的 老太妃轰了 这些孩子刚刚学会唱戏 有这么点意思了 朝廷一指令下 要把戏班解散 那么 集个别的回家了 大部分的这些小戏子 没有家 有家 怎么会被卖到戏班呢 各位 那都不是人呆的地方啊 这书说的是旧社会 没要是看过那电影霸王别姬 多多少少对以前旧社会 戏班的小孩的生活有些了解 有钱人家 说喜欢 漂亮嗓 那就学一点玩 家里面大人 有的还不乐意呢 穷人家的孩子 得穷成什么样 这个人 大人的念想都绝了 才能把孩子 卖到戏班里去 像这样的小孩 在贾府又过了几年 盲夫人当时说了 给他们家里面去信 让他们父母来 把这孩子都领回去 小孩扑通通跪倒 跪在贾府门口 连哭带求 我们不回去 为什么不回去啊 家中父母早王 当日里我们不过是被凶嫂 是被叔叔婶子卖到西班 大部分都已没有爹娘 叔叔婶子 哥哥嫂子 才舍得给他们卖了 这小孩唱着几年戏 有点见识 学会了勾心斗角 明白些人情事故 怎么不能懂 回去之后死路一条 怎么叫死路一条 说贾府大人好心 说回去跟着爹妈过日子 回自个家不叫好事吗 错 回去叔叔婶子也好 哥哥嫂子也好 要看见贾府给送回来了 真得说叫眼前一亮 嗖嗖放光 走着两年还会唱戏了 比当年能再多卖一杯 还得再卖一次 卖得比当年价还高 这么低才有这些小戏子 哭哭啼啼 苦苦哀求 我们不走 府上当时 就把他们纷纷遣散 分到各房各院当小丫头 皆因为他们打小学唱戏 不学端茶倒水 伺候人 没有个美眼高低 所以要有人专门的再重新调教 于是乎分到各房各院 每个学系的这些小丫头 都给认了一个干娘 这才有前文书 咱们说 薔薇削茉莉粉的时候 方官的干娘 春艳的娘 这些老妈妈们 闪亮登场 那么这次 王夫人盛怒之下 先轰的是方官 把方官轰出去之后 紧跟着藕官 锐官 也都责令 让他们的干娘领走了 那干娘本身和这些小戏子们之间 关系就很紧张 为什么呢 小戏子每个月也有利盈 分下去之后 这个利盈 过干娘之手 干娘得替她拐着呀 各种盘剥 在他们身上各种压榨 那么学系的女孩子 又不像普通打水扫地的女孩子 那么老实 孩子又敢说 敢闹 惹得这些老妈妈们 也拿他们没办法 这回呢 太太让领回来 本白想变本加厉的 好好折磨 好好使唤 结果回来之后 哎 惹出事来了 这不 三个老妈妈又哭又闹 奔了王夫人这房来 王夫人正不愿接待他们呢 怎么了哟 回太太的话 您老人家是不知道啊 这方官回去之后 也不知道给这偶官 锐官 吃了什么迷魂汤了 这三个孩子 现在是茶也不吃 饭也不用 一门心思的 就是要到庙里边去当姑子去 他们这就不打着好好干了 非得抹脖子上吊 给王夫人听了气的 呸 那佛门禁地 岂是谁说想去就能去的 他们也不看看自己 配不配 哎 得嘞 太太有您这话 我们就明白了 那怎么着 怎么着 回去打一顿 饿着他们不给饭吃 我看他们还去不去了 那回去吧 等我信 得嘞 仨人走了 他们是走了 王夫人得琢磨呀 刚才说那是气话 打一顿 饿三天 王夫人心了话说 难道说给他们轰了 我就没琢磨他们怎么办吗 这府上啊 不是说最近没有这寺庙的人来 刚过完八月十五 家里边有家庙啊 地藏庵水月庵 这水月庵的志通 地藏庵的原心 现如今都在府上住着呢 他们都来送八月十五 庵里边的这供奸 送来着给老太太 让老太太起伏长寿的 那么来了之后呢 就住在家府 王夫人一琢磨这事呢 给他们叫来 说说这个事 就差人把志通和原心 叫到房中 给这俩人叫来之后 三个人跟屋中说了一番话 于是乎各位 就有了底下这么一个故事 什么故事呢 我学给您听 原心跟志通啊 两个人就跟王夫人说了 阿弥陀佛 虽然说佛门难入 可是眼下这几个小姑娘 既能如此 也皆是因为咱们府上 是上善人家 太太多年以来 乐善好施 才引得这些小姑娘们 一个一个皆是如此啊 佛门虽说难入 然而我佛平等 我佛立愿要众生节度 哪怕是鸡犬 也是要斗他们的 然而世人痴迷 只要世有慧根 我佛皆愿斗他们出苦海 想这些小姑娘 一个个自幼 离家小而命苦 现如今又无父母 他们在府上想这几年富贵 又入了风流次第 所以说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呀 如果能够在佛祖面前 修修来世 既是他们的造化 也是太太的恩典呀 哦 既然如此 我便把他们换来 看看他们自己是怎么想的 没多一会儿的功夫 王夫人拆人 把这几个小丫头 方官 偶官 嘴官都叫来了 见着他们 王夫人就问了 现如今师父们要带你们去 你们自己是怎么想的 扑通通 方官跪在头楼 痛哭流涕 他带着头 比谁哭的都伤心呢 您可知道 钱文叔就他跟王夫人 跳着脚的对着干呀 我并没有挑唆二爷 这就是钱的事 今天跪在头了 他比谁哭的都伤心呢 太太慈悲 我们去意已绝 打尖起 我们跟着师父去了 日后在佛祖面前 日日的为太太 诵经祈求平安 求太太放我们去了吧 一辈子忘不了 太太大恩大德 小丫头三个人哭得气不成声 在这跪着哭啊 王夫人眼泪 嘀嘀嘀嘀嘀掉下来 善罢千修 快起来快起来 你们这一哭 我心里都不好受 这都是你们的造化呀 来来来 快拆人拿些礼物来 送于他们师徒 让他们上路 孩子们这一哭 我心里更难受了 上演一幕人间喜剧 真的 或最后 欢乐大结局啊 家府上演这么一个故事 然而 然而 同志们 故事并不是这样的 故事是什么样的呢 袁氏袁星和志通 在府上住了多日 两个人早有商量 我跟你说 现如今 世风日下 日到艰难 别说府上了 就是家庙之中 也很难支撑 你们那儿现在也很难支撑 可不是吗 没有外人跟你说句过心的话 手底下连个使唤的人都没有啊 如此说来 我们也是一样 这次不能白来呀 可不是吗 昨晚我可是听说了 这府上轰了这么两三个灵力的小丫头 有意思 想要到佛祖面前去 这可是个绝好的机会呀 对对对 如此热般 咱们跟太太好好说说 即使有三个人 你要俩 我要一个也是好的 那你的美意 我可就领了 不客气了 这都是买卖 早谈好了 那方官偶官跟瑞官 何至于在太太面前哭得这么伤心呢 方官回去 指着鼻子就跟瑞官偶官急了呀 哭什么哭 闹什么闹 还指着他们救咱们呢 咱们是干什么的 这些年戏都白唱了 真等着才子佳人啊 啊 太太把咱们轰出这一幕 不比哪出戏还像唱戏呀 现如今把咱们往 奶妈手里面这么一扔 好嘛 让这些干娘祸害咱们几年 然后呢 还不是再迈到男人家里 接着祸害 由着他们二手的祸害 依着我说 什么荣华富贵看破了吧 倒不如到庙里面 还图个清静 小姐几个早商量完了 没有出路 真在太太面前哭这么伤心 那是方官吗 那是演戏 王夫人呢 把原心和志通叫到跟前 太太 这都您的大恩大德呀 江南真家已然被抄家了 宫中女儿最近多有不利 英春探春定亲之事 现在悬而未绝 宝玉的事情我和老太太一直纠惩不清 留下这几个小戏子 他们若守不住清静惹出来麻烦 老太太全都得推在我头上 倒不如一了百了轰了出去 图个干净 来呀把他们叫来 我要亲自问一问 这才又把方官 偶官蕊官叫到跟前 普通通跪在地上 求太太这个都是您的大恩大德 这些孩子太可爱了 我真舍不得他们 故事原本就是这个样子的 各位 这才叫 戏子和官府都捧着如来的饭碗 荒诞人间 什么穷人家的草堂 富人家的高堂 什么戏班里的戏台说的都是人间道理 干的都是杀人磨刀 打从今儿起 他们三家扯平了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捧上如来的饭碗 王富人说了一辈子的谎话 骗了别人也骗了自己 有朝一日 王富人要是死了 给他写个木志明 这里埋葬着一个 说了一辈子谎话的人 不仅欺骗了别人 也欺骗了自己 谢谢大家 咱们是下个礼拜一 再说 尖字能大能小 斌字能文能武 卡字能上能下 隐字能躯能深 正所谓人生虽复杂 四字即道明 能大能小明事态 能文能武乃英才 能上能下 但名利能躯能深 福自来 说咱们中国这个汉字创造的非常有意思 使这么几句呢 作为今天的定场诗 说头三个字 其实呢 挺常见的 文武斌呢 这个大小 这是尖呢 上下这是卡呀 都常见 唯独这个隐用的隐子 唯独这个隐用的隐子 其实呢 作为我来说吧 生活当中还是比较大意 没观察过这个字 哎 挺有意思 左边是个弓 右边是个竖 能躯 能深 福自来 那么今天咱们这个书里面 甭管是真的假的能躯能深 要说一位靠能躯能深 能办事的人 待会儿留到书中再批 闲言少叙 揭说这一回 红楼梦 前文书正与您说道 王夫人 茶抄大官员 轰走了一大批的姑娘 罪翁之意 不再久 啊 您别瞧 把什么方官啊 把什么蕊官 藕官 都轰到家庙当中 去当小尼姑了 那么 这不是王夫人 真正的用意 实际上 还是要把情文 要授清 宝玉身边 各种狐狸精 她看不上的女孩子 全都要清出去 那么 把这个 情文轰到 哥哥嫂子那里去 前文书咱们正说道 红楼梦经典名段 宝玉夜叹情文 那位说了 说不过就是 偶感风寒 况且 他又不是林黛玉的身子 怎么从 怡红院哄回去 家里面有哥哥 嫂子照料 宝玉去瞧瞧她 怎么就是诀别 那么去的时候 宝玉就知道 她定然是活不成了 啊 这才是这个书啊 让人伤心之处 狠呢 就是说 王夫人一念 把这个丫头 撵出去 不是说 她整个的生活品质 要降一个台阶 那么简单 而是什么呢 生活截然相反的 两个最极端的走向 一个是生 一个是死 就是你从这个园子里面 轰出去 没有出路 死路一条 就是让你去死的 啊 这个简直 没法 作为一个 女老师 坐着说书 啊 说到王夫人这一笔 这个居心的时候 我无法不动心 就跟这一段时间 大家可能都在这个 追剧 啊 我也追潮流 跟大伙一块看一看 这个沿喜攻略 那么看沿喜攻略呢 很高兴 为什么呢 里面有一个角色 演这个皇后身边 这个小丫头 这个名誉 还是我自己教的学生 是我们北戏 2013届 我班里的学生 啊 叫江子新 现在演那个名誉 虽然 就是说 他不是主要角色 但也排在5号6号 也挺重要的 那么这个戏 我不知道大伙看没看 后宫那么多 这个妃嫔呢 有的人说 这个出来是大号 那个出来是大号 这个免礼藏针 这个女人恶毒 你要让我看了几集 真的 当时在家就拍桌子了 跟我们家孩子他爸 当时我就说了 得亏我没当了妃嫔 我要是当了皇上妃嫔 第一个先想弄死的 绝不是 这宫那宫的主人 现在把皇上弄死 为什么呢 最坏就是她 她最坏 为什么呢 各宫的妃嫔都指望着恩宠活着 那么这个女人有多么悲哀 看似就是做了皇后了 万万人之上 一人之下 是真的吗 不是 万万人之上也都是虚空 这脚就踩在虚空之上 你踩在 你凭的是男人的恩宠活着 那么得宠的时候 荣华富贵 锦衣玉食 这个人呢 站在塔尖上 所有的全天下的女人 需仰视而见 那么她一旦不得宠 就是这个 她的男人 有一眼瞧不上她 这个人要从塔尖上 跌到谷底 这个谷底是什么呢 不是说昨天吃白面馒头 今天吃窝头 说我降一个台阶 不是 真要说 皇上烦了她了 从此之后就不来了 把这宫门一关 说皇上不来了 也就是 昨吃馒头 今儿吃窝头 稍微吃的差点 但这一辈子 喝 没有男人还过得 乐乐呵呵的 歌舞生平 有吃有喝 各位那不成奖励了吗 真的 问题是 没了这个恩宠 不是降一个台阶 是变得 受尽屈辱 食不果腹 连吃的都没有 为什么呢 别人都盖人下菜碟 要挤兑她 挤兑到这个人 连活都活不下去 最可气就这个时候 忽然忽然又看见她了 喝 送这吧 送那吧 送来的是什么 一口吃食 这个女人顿时觉得 这口吃食来了 这口吃食不重要 可是可以让自己再次活得像个人一样 能站起来 对这点吃食 立刻跪地上 连三斗米都不到 就折腰 给我一口吃的吧 你给我这口吃的 我才能活得像个人 这就是皇上的恩宠 让女人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 她利用这一点恩宠 利用每个人都想得到一点尊严 这个想法 挑唆的大家逗来逗去 多少好女人变成坏女人 可是 大家就是像我这样 看破了这样 这点事 这些妃嫔 还是要逗 还是要争那点吃的 为什么呢 因为千百年来 在中国 在封建社会 婚姻 是女人活下去的必需品 也就这一二百年 现在了 我整天更加多牛 六点钟起床 七点钟上班 坐地铁 我走了 敢给我脸色瞧瞧 姐自己挣工资 现在了 这一二百年 说这话 往头了说 一个女孩子 从小受到的教育 长大了 要嫁到婆家 你想活着 怎么活着 吃 你想有吃的 就一条路 得有男人养着你 就这一点 把女人的喉咙 吓得死死的 那秦文 从怡红院轰出来 不是简简单单的轰出来 那就是往悬崖底下推 宝玉也明白 是秦文 也明白 听我是聊天 其实我不是聊天 咱们还是为了舒服 这个 说到秦文这点 总想给他说透 那么 那么王夫人这件事 她自己认为 做的是干巴利罗翠 很漂亮 打的是短瓶块 把秦文清出去了 可是 虽说把秦文轰了 但他心里面 始终有一个结 没有打开 就得说 这个事情 追根溯源 秦文 不是王夫人 拨到宝玉房里的丫头 她不能说脸就脸 说轰就轰 秦文一开始在王夫人那 为什么也知道 自己拿一张挡箭牌呢 跟王夫人说了 我原不是宝玉房里的人 老太太说 园子里面人手不够 让我过来看屋子的 我说自己笨 不适合来 那时候她拿这个事 当挡箭牌 说的是什么 我是老太太房里的人 冤有头 债有主 秦文是有主子的 她是老太太的人 王夫人是宝玉的母亲 是母亲又怎样 你随随便便 把老太太房里的一个人 轰了 这事得有个交代 所以说这一日 王夫人处理完 让水月安 让水月安的这些住持们 把方官 藕官 水官都领走之后 心里始终惦记着一件大事 秦文缅了 得去跟老太太有个说法 这么的 王夫人带着人到老太太这个房 进来给老祖宗请安 这不 正有小丫头 给老太太这捶腿呢 老太太 斜靠在炕上 半眯的眼睛 跟这仰着 王夫人给老太太请安 上前一步 一上手 把这小锤接过来 拿在手中 小丫头很懂事 明白 这是儿媳妇伺候老婆婆 小丫头一低头 一退步 让过来 王夫人坐这 那这小锤 那得给婆婆捶腿呀 老祖宗 今儿身上可好些呀 这几日还好 这不 有这么个事 说保育房里头啊 有个丫头 叫秦文 这孩子呀 这几年 也大了 各位 婆媳过招 七十二套事之 第一招 举重 若轻 往这一坐 就跟顺嘴聊天 溜溜答答 有打嘴边溜达出来的 话似的 其实呢 早就打好了副稿 这是都预备得了的 这几年呀 这孩子也大了 您说 身上呀 老是不利了 不知怎么利 这孩子一年到头啊 并不离身 头写个日子 又病了 老太太这听着 王夫人呢 举重若轻嘛 说着话 把这锤放下 由小丫头过来递茶 她接过这杯茶来 递到老太太手中 老太太接过这茶来 嗯 娘俩配合得天衣无缝 哎 看着呀 真得说恩恩爱爱 好一副和谐的画面 那王夫人 就跟没这档子事 没有把情文放在心上似的 给老祖宗把茶端过去 往这一坐 接着拿个 捶腿 可说呢 这孩子呀 我总觉得 咋眼一望啊 就比保育园子里边 其他的那些个孩子 都淘气 调皮 老太这喝茶 不抬头 调皮淘气 这都没事 这都没事 不理他 别懒 啊 说什么 各位 投了的话可都没事 啊 投了的话 说了 调皮 淘气 尤打老太太这拨出去的人 什么样的脾气 秉性 老太太心中明白 这四个字 情文 倒是有些 哎 这一个字出来了 也懒 老太太这口茶茶的 没出来 嗯 说什么 啊 没什么 收回去了 往回一宴 不说这句话 又把刚才这话茬 低了起来 这不说 这孩子病了吗 这会儿子呀 一定就是十几天 我一瞧不能耽误着呀 找大夫来给瞧来了 大夫一瞧 说这孩子呀 得的是女儿劳 各位 婆媳过招七十二套事之第二招 制定规则 给宝玉选媳妇 不管是选少奶奶 还是选姨奶奶 这都是要有规则的 什么规则呀 那不能笼统的说 我们得要个漂亮的 不能要丑的 这就叫笼统 什么叫规则呀 要大眼睛 双眼皮 高鼻梁 这叫规则 得说得清清楚楚 哎 光说整个模样漂亮 哎 这就好争承了 人家王夫人 上来第一句话 我们要找个身体健康的 没毛病 这孩子有病 得的是女儿劳 女儿劳 劳病 咳嗽 啊 这个咳嗽可不是一般的咳嗽 现在可以说 有观众朋友老说 说 林黛玉得那是肺结核 现在能治了 啊 有疫苗 不过最近啊 有疫苗也不行 也不灵 哎 这跟咱们这书没关系 咱们得说这书 这书里边说呀 要得了女儿劳 他不单单是有损于自己的身体 一旦嫁给男人 他也有损于丈夫的身体 有损于孩子的身体 他会把病过给家人 王夫人说这个话 可太有力度了 各位 他有多讨厌情文呢 瞧瞧削尖毛水蛇腰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各种反感 往这一坐 一句话没提 他有病了 他有病 制定规则 在所有的角逐和竞争当中 白白的浪费口舌去说 我们这个选手好啊 我们这个考生好啊 我们这个应聘工作岗位的这个工作人员好啊 这也好 那也好 说出一万个好来 不如制定一条规则 更管用 说保育房里头今年要进人 来了 推荐十个姑娘进来 进一红院 王夫人一个没看上 还出去跟他们说 这十个人哪不好哪不好吗 王夫人直接就拉出一条来说了 我们今年只要小厮 这十个名额只要男的 女的一个不要 那还说什么呀 规则是最要紧的 身体健康 老太太 哎 吹这边 这条腿 换条腿 哎 王夫人这 接着吹腿 哎 这孩子呀 也是 没这个造化 也不怎么就得了这病了 我呀 可没敢耽误着 一看 查出来是这个病 就让赶紧的 把他赶下去了 我琢磨着呢 这孩子 病要是好了 也甭让他回来了 干脆 告诉他们家里人 在外头配了人 得了 老太太没缘 没自杀 接着吹腿 王夫人这接着说了 另外呢 还有一档子事 这方官 这方官 偶官 这几个小戏子 他们呀 终究是学过戏 嘴里头不干不净 没轻 没重 这园子里边都是姑娘 您说 每天 他们搂不住 说出来一句 可让姑娘们 怎么承受得起 我琢磨着 这不是个事 不如啊 也把他们早打发了算了 各位 婆媳过招 七十二套事之第三招 淡化主题 什么方官 偶官 锐官 老太太根本不放在心上 情闻这事 说完了 赶紧就一别的话题 岔和开 把重点想说的事 淡化掉 啊 老太太说是 这事你说的对 跟我呀 想的一块堆了 这几个孩子 留在园子里边 跟咱们姑娘 放在一起 是不踏实 嗯 是 这不 没耽误 就把他们呀 都轰出去了 您要不觉得人手不够 咱们再找人 嗯 这话不是 岔和开了吗 谁知老太太 可没忘了 情闻这事 抖一下 把这话提起来了 可就是有一样啊 哎 宝玉屋里头 那个丫头情闻 嗯 我瞧着她 甚好 怎么 这一下就变了呢 投个几年 我还琢磨着 哎 这个丫头日后 要是大了呀 哎 唯有她 可以给宝玉使唤 这我才给的宝玉 啊 这个孩子 论模样标志 论言语爽利 啊 论说话行事 论针脚利了 哪个都逼不上她 老太太把这球踢过去了 各位 说红楼梦 说红楼梦那么些日子了 王夫人和老太太 一向是貌合神离 看似表面和谐融洽 实际上两个人始终较劲 叫的是什么劲 叫的就是给宝玉取亲 定亲这件事情 老太太力主推的 是林黛玉 王夫人力主推的 是薛宝钗 前文书咱们详细的解释过 大宝玉小宝玉 大宝钗小宝钗 这个地方虽然说的是情文 然而实际上 情文就是林黛玉的一个影子 宝二奶奶 姨奶奶 实际上说的就是 宝玉要选一个什么样的伴侣 老太太在这个事上 是绝不让步的 把情文轰了 甭在这跟我弯弯绕 说别的事 老太太蹭把这话提起来 这孩子我瞧着甚好 说了多少回输了 娘俩往这一坐明争暗斗 可是老太太把这球踢过去 踢到王夫人脸上 头一回 为什么我看着 甚好 不是光甚好 肝也好 各位 哪儿都好 老太太瞧她 母样 手脚 说话 哪儿哪儿都好 怎么 呼啊 啊 王夫人正捶腿呢 就见这小船 巴达一下 掉地上了 有小丫头 有眼泪劲 赶紧过来 都打地上拾起来 王夫人一摆手 那意思不用了 直接上手 给老太太捶腿 为什么小串掉了 不是跟婆婆说话 那么气势 也不是那么理智气壮 知道动了老太太的心尖了 哎 可说呢 老祖宗挑上的人 哪儿有出错的呀 婆婆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 可是 一说可是就麻烦了 可是但是 但可是 可但是 这个孩子 他没造化 谁让他得了这个病呢 赌的老太太 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为什么 上来 儿媳妇掐准了 要害了 我哄晴文 不是因为旁的 这孩子有病 老太太 有一千个心 想为晴文 说好话 就这一条 摁住了 老祖宗这辈子风里浪里 什么没见过 这人嘛 女大十八变 看起来 这身上有些能力的人 难免是有些掉歪的 啊 他说晴文 因为比别人多长了些本事 自然是有些难管的 远远的呀 打眼一望 这孩子呀 是样样都比别人强 可是 若论沉重时大体 可谁都比不上习人 话题一反转 他又递了出来一个人 小宝钗 花习人 汪夫人力推的是习人 婆媳过招 七十二套事之第四招 偷梁换柱 咱们不说晴文了 咱们说习人 哎 俗话说呀 仙妻美妾 这习人呢 虽说论长相比不过晴文 可是这个孩子 沉重 知大体 这些年 这些年 我也是暗暗地观察他 您瞧 这宝玉 不论是多么样的胡作 这习人呢 哎 从来不纵着他 是不由着他 说话 行事 哎 为人 做派 都让人 放心 各位 说的都是 没用的 说习人 有多好 这些事 都不重要 关键问题 是晴文不行 这才是真的 已经 一拍子给拍在这 晴文 有硬伤 在这种情况之下 花席人 又哪儿 哪儿 都好 这不 我跟老爷呀 也都商量过了 老爷说呢 这一二年 先浑着说 黑不提白不提的 倒是对宝玉好 怕要是说出来 说破了 宝玉呢 更不听劝 这习人在一旁边 想劝他学好 他倒听不进去 各位 您听这个话啊 说 哎呀 老爷有各种原因 说先不要 给他办 收房的这个仪式 有各种的理由 这些事 都不是重点 要递给老太太的话 重点递的是哪一句呢 我跟老爷 都说了 老爷是谁 贾正 贾正 宝玉的父亲 贾母的儿子 给儿子 选一房 媳妇 夫妻俩 已经商量过了 还有比这个人物关系 更重要的吗 您是谁 您是祖母 是敬着您 可是我们两口子 已然商量了 我们两口子 要是都商量完 都已经有方案了 有规 有据的来办这件事情 我们能随随便便吗 我们家中有大女儿 宫中的贵妃 贾元春 享纳宝玉 自由礼 读书写字 都是经过自己亲姐姐 贾元春 调教 把她一手 带出来 宝玉 娶谁 我们两口子 能不跟女儿 都商量吗 施加压力 婆媳过招 七十二套士之 第五招 扩大战线 不是我一个人在这儿 跟您说这件事 我们家有人 宝玉的父亲也同意了 宫中的贵妃 也点头了 老太太 接着喝茶 嗯 其实这茶不错 刚吸出点味儿了 这不 头个二年啊 我就瞧着席人 这姑娘不错 每个月呢 尤打我的奋力里边 拨出来二两银子 拨给了这姑娘 明面上随不说 暗中这孩子可是知道 我暗暗地观察她 这孩子果然知恩报恩 明着私底下 都更加的效力卖命 宝玉 但凡是有个什么事 她比谁都上心 宝玉若是不听话 她也不说一味的纵着 总是往死里劝 各位 这也不是在说 习人有多好 和习过招 七十二套事之 第六招 目以成舟 老太太 您甭在这儿阻拦了 什么情文好 情文坏啊 我们家该办的事都办了 话习人已然像 赵姨娘一样 拿着姨娘的奋力 我这做婆婆的 都已经给发了 两年工资了 不要不失趣 老太太这儿还喝茶 王夫人这儿接着说 我琢磨着 这宝玉一年大四一年的 家里边眼下这个光景 老太太这场 你拿下去吧 我不吃了 最听不得的 便是这句话 家里边眼下 这个光景 不亚如万把钢刀 扎鱼肺腑一般 这过的叫什么日子呢 天天 依然是穿的绫罗绸缎 吃的是真羞美味 老太太心里边明镜似的 知道 都是装的呀 怎么说都是装的呢 到八月十五 夜里边半夜三经了 还在这儿强大精神 我要赏月呢 嗯 一吃一大碗 一睡一整天 我没往心里头去 江南真的被抄家 顺藤摸瓜 哪天摸到贾府 这就是个 利刃悬于头顶 老太太比谁不明白 一天赢大碗 一睡一整天 这都是装给儿孙们看的 装给外人瞧的 老太太这颗心 早就摧枯拉朽一般 大煞将情 说倒就倒 王国人这一刀枕 扎在老太太心窝上 啊 你说 这宝玉一天到晚的 总是浑着 也不是个事 找个丫头 劝她她听不进去 不成 总得找个 劝她能听得进去的人 是 话说到这儿 老太太点点头 哎 拍拍王夫人那意思 不用捶腿了 哈 老太太乐了 哟 怎么 没事 你说这宝玉和丫头啊 我倒想起来了 你瞧 你说我活这么大岁数啊 我就没瞧见过 哪一家这个小哥呀 说疼丫头 能疼得跟宝玉似的 往前呢 我也老琢磨 莫不是 宝玉长大了 这是懂得男女之事了 这 要不然怎么能跟丫头 这么亲近呢 我还老宣着心 我这还担心着这孩子 可我冷眼观察好多回 发现 满 不是那么回事 那是 啊 我琢磨着 咱们家宝玉啊 背不住 她是个丫头投胎 当了男孩了 啊 你怎么不乐呀 哈哈哈哈 哎 哈哈哈哈 老太太 哈哈哈哈 一乐 你二俩还挺尴尬 嗯 哈哈哈哈 行 就这么着吧 没有一声是真笑 八个字 有心杀敌 是无力 是无力 回天呀 什么宝钗 什么习人 那都不是老太太的心尖子 那都不是她给孙子挑中的儿媳妇呀 可是 别说给宝玉选个媳妇 浩荡荡的贾福 呼啦啦似大煞情 说倒就倒 不知在哪一天 老太太心里边 被明白 都说树倒 胡孙撒 只恐怕 树还没倒 家都要撒 现如今不过是苦 成一日是一日 为什么讲个笑话 这事就乐了 儿媳妇还挺美 老太太瞅着王夫人 心里话说 你以为我就把你放了 孩儿啊 我不是把你放了 我是把自个儿放了 这一仗看似王夫人打赢了 七十二招 见招拆招 见试破试 套试还招 娘俩杀在一处 王夫人杀出来了 老太太默认点头了 行就这么招吧 老太太为什么输了 老太太输就输在 早就一眼看破了 要不是看破了 她能容得下 儿媳妇牵着她鼻子走 被她卖了 老了也不行 得了 就这么招 女儿俩这正说着话 就在这回子 听见外面有小丫头抱 宝玉回来了 宝玉回来了 嘿 王夫人这一下高兴了 为什么 今儿早上 跟着老爷去 寻山赏桂花 八月十五过后 正式秋景天 说秋天了 老爷愿意带着宝玉 出去露脸 那么这一天出去 情况怎么样呢 宝玉这一回来 饿 王老太太跟前一飞 哎呀 这娘也抱抱 祖母也搂搂 看这孩子 花孤多似的 哪儿哪儿都好 王夫人问了 今儿跟着老爷出去 怎么样啊 今儿得脸了 怎么得脸了 这不 老爷今儿啊 让我们做诗 当着好些人 我做了诗 好多人 都是父亲大人的朋友 赏我了 赏你什么了 说着话 命小丝拿出来 往桌上一放 王夫人一看 三把扇子 三个扇转 三个手串 都是精致的小物件 说着话 宝玉有打怀中 自己掏出来一个小玩意儿 递给王夫人 说母亲大人 您瞧瞧这件 王夫人接过来一看 做工精美 一个小护身符 这是谁给的 这是国公爷 把我叫到一边 担给我的 哟 家里边 现在 不是真缺东西 各位 国公爷 能单独给宝玉 这么一个小礼物 说明朝中 还有人 愿意与他家走动 大伙听了这个事 心里面都很宽慰 王夫人问他 说你今儿 到底干嘛了 表现那么好 宝玉说 不是寻山赏秋吗 赏秋 老爷让作诗 我便作了一首诗 学给娘听听 哎 我这么说的 说 石至立秋 大火 西流 路流 风和 一夜 枝秋 一点芭蕉 一点 愁 嘿 王夫人说 这确实说的不错 难怪 人家都赏你 今日里 你父亲可高兴了 高兴了 嗯 可就是 我今儿腿疼 老太太说 怎么去的 骑马去的 颠的 老太太说 那行 赶紧的 回去呀 好生歇着 哎 多走走路 你呀 可别躺下 这么低 宝玉 拜别了祖母 拜别了自己的母亲 这要回怡红院休息 说贾宝玉 要回怡红院 各位 可真不该耽误功夫了 怎么不该耽误功夫呢 就该快走 多快呢 要多快 就该有多快 能多快 就该有多快 为什么 早上临走的时候 可是跟席人打了一架走的 这得说上个礼拜的书 怎么了 睡得好端端的 说秦文来托梦 你们跟这儿好好活吧 我可要回去了 贾宝玉 机灵灵打一个冷颤 油打炕上坐起来 一口咬定 说秦文死了 死缠烂打死去 白烈跟席人说 你快去 席人说不能去 这回子老爷正叫你去上房 我怎么能去呢 那 那我去老爷那儿 你可派个人去 俩人争执了半天 这宝玉才走的 好玄没打起来 您可别忘了这一档子事 话说到这儿 贾宝玉真该散步 并做两步的回宜宏院 家里面真真是出事了 可是 这就是命 该赶得上的 一定赶得上 赶不上的事 还真别和命争 宝玉刚出这门 三五个小四 把他拦住 二爷 刚才跟太太跟前 可是没说实话呀 怎么没说实话呀 勉强 今儿国公爷和老爷们在那儿 让您做事的时候 我们可都在呢 太太刚才 让您学说 今儿您做的什么诗 您可没学全咯 我怎么没学全呢 您跟老爷那儿 嘟嘟嘟嘟嘟 您说了一大串呢 今儿您跟太太那儿 才说了几句呀 不就光说说 这秋天什么样吗 甭气和我们不识字 宝玉不吃一乐 嘿 你们几个跟着我 现在也听得出个 一二三来了 我呀 有话都防着呢 今儿啊 这些个 我想说的 也就是当着 老爷们 太太们说 我平常自个儿 心里边 嘟嘟嘟嘟说的那些 跟你们闲唠嗑还行 关键的时候 不能让人听见 怎么不能让人听见 让人听见 就得打屁股了 你们哪听得懂啊 我当着老爷他们说的 都是秋天的景 可心里的事 不能说 那您心里边 有什么事了 您说给我们听听 家宝玉这一张嘴可不要紧 可就不是一点芭蕉 一点愁了 说的是什么呢 我学给您听听 说十志立秋 大火西流 露柳风河 一夜知秋 一点芭蕉 一点愁 金井梧桐 西风骤 残生已入欧阳耳 感叹偏生 宋玉愁 探人生不自由 明江利索 江人求 一任他名利场中 苦追求 总不如笑傲烟霞 把福生雾透 浪迹江湖 任敖游 闲来时 鞋钓干 杯鱼楼 孤舟独钓 易江秋 你看哪 云淡淡水悠悠 一派山川 风鸾袖 霞光落幕云收 蓝小舟鱼换酒 一道前村 仿故有 说成败 笑风猴 人生不过 几春秋 灼酒消得 曼谷愁 幸尽归来晚 斜月挂山头 又听得 草虫 鸣鸡鸡鸡 寒蝉 运悠悠 酒微醺 精神斗 扶掌高歌 摇霜秀 唱得是 夹在荒坡 长四秋 鸟花秦夜 水 重忧 去年相伴 寻山客 明月 今宵 何处 游 各位 贾宝玉挨打 也长 惊艳了 就后边这 一任他名利场中苦追求 明将力索 将人求 这话能让父母听见吗 没事跟小思 摸到两句还行 让旁人听见 这是要挨揍的 这所以说跟小思闲聊天的时候 才把自个这点心里话说出来 一说这几句心里话 耽误了功夫可来不及了 耽误了大事了 一红院那边到底出了什么大事 耽误了谁了 您不要着急 咱们是下个礼拜一 再说 杖剑身游 立半甲 男人北向 秋月春华 飞红惊起 云烟处 冰轮冲撞 静夜书沙 天恩梦刺 俏人家 楚水之盼 依人鬼话 扶贫俱散 终有日 心若止水 爱似 繁花 几句残词念霸 揭说这一回 红楼梦 那么刚才说这几句 定场诗 是一首 一简梅 好听的名字 单名一个字 画 女字旁 一个画画的画 你要是在慈海上查呢 这个字的意思 闲静而美好 闲静而美好 男人北向 这是一个南方人到北方的故事 非常的优美 而凄惨 而婉转 而复杂 究竟有怎么样的复杂 留到书中再批 那么前文书呢 咱们正说到 贾宝玉 说贾宝玉啊 跟随着父亲和几位 清客 今日礼 寻秋 赏桂花 免不了 在这些人面前 父亲要出几道题 考一考他 考一考皇儿 考一考贾兰 那么 宝玉因为得宠 回来之后 在祖母和母亲 跟前这儿撒了个娇 多说了几句话 我正说到呢 这孩子因为耽误了 这一刻的功夫 我替他着急 着急呀 说书的乱这儿一坐 恨不得顿足纯凶 宝玉啊 你可别叨叨了 赶紧回吧 宝玉那边都出事了 出的什么事 咱们先按下 咱且不表 丹说 宝玉走了之后 王夫人 听说 宝丫头 也搬出去了 这事儿 你可曾知道啊 王西凤一听 这话里有话 颇有些责备之意 王西凤就明白 有这手 怎么说 王西凤明白 有这手呢 当日里 王夫人传令 让王善宝家的 代仪队人马 趁月高风黑之夜 彻查大官员 挨房挨怨的查 王西凤一把 就薅过王善宝家的 当时就跟他 拜清了 怎么查都行 恒武院可不能动 你得知道 恒武院里面住的是太太的人 王善宝家的展示点头 这我明白 咱们哪能上了亲戚之间的和气呢 您放心吧 所以说这一夜 探春那儿也查了 西春那儿也查了 甚至于说 林妹妹那儿也查了 单单那一夜 彻查大官员的时候 绕过了恒武院 王西凤早就料到有这手 那薛宝钗 是王夫人 早就看中的儿媳妇 哪儿能查她呢 可不成想 别瞧当日里那天晚上 没查恒武院 今天怎么样 各房各院不顺眼的丫头 都已经撵出去了 找后帐来了 你宝妹妹怎么搬出去了呢 这事你知道吗 太太 听说是姨妈身上不合适 这不 我这两天身上也不大得劲 一得空啊 我这赶紧去瞧瞧姨妈才是 你姨妈能有什么毛病啊 这我还不知道吗 不过是常年的旧级 赶上阴天犯雨 她呢 就犯着腰腿疼痛 赶上身子 稍微不合适了 她就咳嗽几声 哪儿至于的 说忽然之间 就要保丫头回去伺候着 这倒是我大意了不是 倒不是单说你姨妈这身体 我说的是保丫头好端端的 游打园子里边搬回去 到你姨妈身旁 只恐怕呀 是咱们办事不利 得罪了亲戚 日后脸面上可不好看 王熙凤听这个话 很为难的各位 真得说脸上面露 微难招窄之色 怎么这么说呢 王熙凤对薛姨妈 是非常为难的一层关系 于甲府这一门来说 王熙凤现在 是主室的少奶奶 薛室入住在大官员 恒武院 吃穿用度 日常开销 有许多要从王熙凤这儿 过帐户 招待的太厚爱了 偏着了园子里其他自己家姓假的姐妹 招待的若是有半丝的薄情 人家既然住在你们家 这家姓贾 且不说王夫人 伤的也是贾府的面子 这是女工来说 各位 不用说大家都明白的一层 另外还有一层 王夫人 薛夫人 王熙凤 这本就是一根藤上的瓜 怎么这么说呢 说咱们老百姓 大白话 这都是王家门上的姑奶奶 他们本是一家人 如此说来 与婆婆家也不能曼代薛夫人 与娘家门更不能曼代薛夫人 所以王夫人把这话抛出来 别是你宝妹妹痴心了吧 亲戚们脸面上可不好看 王熙凤就心一下悬起来了 这么说来 您拿着姨妈当咱们娘家人 好像我拿着不当回事似的 哪能呢 瞧您说的 谁能给宝妹妹弃手呢 旁人我倒也不惦记 可我总担心呢 他们这小姐妹呀 搁了几个之间 别是宝玉说话 不注意 这嘴上得罪了宝钗 人家嘴上不说 面上不好看 人家敲不敲的 这不就搬出去了 嗨 王熙凤一听这话 松了心了 太太 您放心 那是万也不能 您要说旁人得罪了宝钗 我还信 那宝玉是罪不能够 哟 他一天比谁都混 还他罪不能够 可不 就是他罪不能够 我总暗中观察他 太太 这个孩子呀 平日里摊上旁的事情 到没准 不定哪一刻 哪一刻 脑子犯了魂 罪上什么都说得出来 可唯独 就这一样好 哪样啊 就会哄姑娘的高兴 给当妈的气 没说话 心里都给了保密一万个嘴巴了 各位我也当妈 我家也有儿子 要哪天我听着有人这么说我儿子 我也得生气 真的 哪哪都不行 就会哄姑娘们高兴 好呢 您看这底下还有老羊子 这多好啊 这就够了 什么都不如会聊天好使 我也不知道这什么理论 这王夫人生气 王西凤 按着这个话筒说 为什么呀 他得理了 您放心 平日里他们姐姐妹妹 凡是在一处有个伴嘴的 那都是宝玉 明里暗里的调停 哪个都不得罪 更何况是他宝姐姐 万不能是他让宝姐姐受了气 话虽这样说 可我心里总不大放心 太太 您也是多虑了 我倒是也问过一嘴 宝姑娘说 姨妈身上不合适 我倒觉得 背不住是因为咱们夜里边 茶茶团圆子 人家姑娘多了个心 生怕咱们夜里边茶茶团圆子 是避着人家也不是 不避着人家也不是 烦恼呢 让咱们自己家里面办事为难 如此说来 人家找一个 说不出来的借口 就搬回家中去住了 这不两下都好看 确实 宝钗走的时候 话说得非常圆圈 我母亲病了 家里边伺候我母亲的两个女人 这个话里有话啊 各位 原文上说了 家里面伺候我母亲的两个女人 她没有点破是谁 那么除了贴身的丫头伺候薛夫人 还能有谁呢 薛攀的小妾 香灵 那么这个时候 香灵身上也不大合适 暗暗的曹雪芹先生 已经开始铺垫香灵这一笔 为什么 皆是因为 香灵很快要遭磨难 您不要着急 且到后文书再表 那么当时薛宝钗这个话 说得很圆圈 还跟李婉那儿告假 说过些日子 等我母亲身上好起来 我再搬回来 这么低才走的 王夫人说 话虽这样说 亲戚们之间 若伤了颜面 日后便不大好挽回 不如把这姑娘叫来 我还是当面问一问 心里才踏实 是 太太 王熹凤这答应一声 吩咐有人去请薛宝钗来 没有多大一会儿的功夫 咱们书以简洁为妙 有人把薛宝钗请来了 进门来 见过姨妈 见过嫂子 薛宝钗 温柔端庄 往这儿一坐 王夫人开口便说 你母亲身上可好些了 还不大好 您看 有个花 要说好些了 那您怎么不回来住 还不大好 怎么不好呢 主要是家中 无人照料 哦 我琢磨着 你搬出去 也有个几天了 好端端的 怎么就不住了呢 莫不是那儿日里 我们 惊吓了小姐 不是 要真是这样 倒是姨妈 走不住你了 那里的话 姨妈这么说 孩儿可承受不起 说着话赶紧站起来行礼 坐下说话 王七凤在旁边 伺候着王夫人 就瞧着 你瞧 我叫姑妈 可不她管王夫人叫姑妈吗 人家叫姨妈 薛宝钗 管王夫人叫姨妈 一个是两姨亲 一个是姑舅亲 王七凤在旁边瞅着 唉 说起来这姑舅亲 可比两姨亲 要亲上三分 可无奈何呀 人家看到眼里的 这是未来的儿媳子 怎么看怎么都是眼前花 还真让她琢磨着了 今儿这出戏给谁看的呢 今儿这出戏就给王西凤瞧的 一口一个姨妈 一口一个姑娘 俩人这恩爱 这亲切 这和谐 宝钗不说话 王夫人得引逗着她说话 没什么事 过写日子还是搬回来吧 你不回来住 我心里怪不踏实的 别呀 姨妈 前写日子 我早就想跟您开口了 这不 一直没寻着合适的机会 总觉得您这儿事多 我怕打扰您 可是眼下母亲又病着 您也知道 家里面缺人手 没人伺候 我回去 总是她身边 知冷知热的人 这是其一 啊 那其二呢 啊 薛宝钗不说 王夫人给起个头 其二呢 这其二 我哥哥的婚事 也定下了 如今 哥哥的婚事 虽定下 可是大事 小情 都还没有 落听 有诸多的事情 母亲都需要我回去 帮着打理 我们家的事情 您二位也都是知道的 我不用多说 孟夫人一点头 不必说了 不用解释 我都明白 薛攀定了亲 可是 薛攀 在他们家 儿女当中 并不是脑子够用 不是明白人 家里面 儿子订婚 这么大的事情 薛夫人 老太太当家 得把这个精明 能干的女儿 调回身边 帮着拿主意 定事物 好 你不必说了 这我自然明白 这其三呢 我住在园子里 这脚门 原本 就是给我一个人留着的 有时候 为了给我一个人留着脚门 也免不了 旁人 再次出入 妈妈们 有时候 管也不是 不管也不是 这事儿 在我心里 可搁了好久了 说到这儿 王夫人 看一眼 王西凤 王西凤 点点头 是 是有这么回事 这个时候 王夫人和王西凤 两个人一对眼神 那叫由衷地赞赏这个姑娘 真懂事 体系人 那 姨妈 我琢磨着 来来往往进出的人 保不起有不干不进的 若真是因为我 府上丢了什么东西 日后 我更加过意不去呢 这还有多动事 怎么那么动事 那其次呢 我还有其次 得亏薛宝钗 早有准备 这其次啊 当日里 我搬进园子来 也是因为小 那时候 家里面 也用不上我们 我进来陪姐妹们 做做针线 说说笑话 打发打发 时光 都是好的 可如今 姐妹们都大了 都惦记着各自的事情 如今 园子里面 挑肺也大 说是一样两样的 不在意 可要是多了 放在一处 姨妈 怎么能不着急呢 还太懂事了 这都还替大人 算计着 我折磨着 我搬出去 虽然 进巷出巷的不多 可是终究 也能让姨妈这 得省 就省一点 日后挑肺 姨妈这 也能宽松宽松 喝着 王西凤 和王夫人这来回的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双条大摩哥赞成薛宝钗 这个孩子 这才是我们家的人啊 没关门就知道 替婆婆家算计 真好 观众朋友都说了 这样的姑娘 才适合娶回家来 当少奶奶 看起来 真得说 是一团和气 无比和谐 其乐融融 然而 说书就坐在这 总喜欢说 然而 为什么我要说然而呢 薛姨妈 不是今天才病人 老病人 今儿这儿不合适 今儿那儿不合适 今儿咳嗽了 今儿头疼了 大后天腿肚子转筋了 老有事 老结儿俩 常见面 老结儿俩见面干嘛呀 我给您说一段书 这段书啊 说的是 这一日 老结儿俩坐在一处 闲来没事儿 溜舌头 哎 薛夫人 问王夫人 进来宝玉可好啊 好 进来宝钗可好啊 好 孩子们倒是都好 什么时候 良好 何必好啊 哎 这事儿就别提了 怎么不提呢 莫不是 这些日子 还没有 水到渠成吗 那位说 这也您说都大白话吧 能说这么直接吗 您瞧 那不直接冠冕堂皇的话呀 都是在外边 说给旁人听的 关起门来 老结儿俩 就说自个儿 算计了好几年的这档子事 没有个外人话 有什么说什么 这才是日子 门一开 那不能让外人听见 人就不说了 咱们今儿说这段书 是门关上这么一段书 这些日子了 还不能水到渠成吗 娘娘那儿 难道还没有旨意吗 娘娘那儿都不知道 说过多少遍了 关键是老太太这儿 你也明白 现如今不但是老太太 就是咱们王家门上的姑奶奶 也未必就这么乐意啊 哦 莫非这个孩子跟咱们还不是一条心 说的是谁 王熙凤 那位说了 说刚才说他们是一条藤上的瓜 既然都是王家门上的姑奶奶 王熙凤 为什么就不站在自己姑母这边呢 于亲情 确实他该姓王 可是在甲府立足 王熙凤 投靠的靠山大树 大树真正底下好成梁 王熙凤投靠的是甲母 有几个人能在甲母面前撒脱耍赖到王熙凤这个地图 老太太是真喜欢她 喜欢到跟王熙凤没大没小 王熙凤多聪明的人 冰雪聪明 一眼看到骨头里 老早就知道林黛玉 那是老太太第一亲的万孙女 老太太的心意就是要把黛玉说给导玉 王熙凤早早的支持的就是老太太的这个说法 有多少回了拿林黛玉开涮 哟 吃了我们家的茶还不给我们当儿媳妇啊 瞧瞧瞧瞧哪样配不上你啊 这不都是王熙凤开玩笑的时候说过的话吗 什么时候她拿宝钗开过这种玩笑 薛夫人王夫人凑在一处 俩人能不念到这个事吗 嗯 薛姨妈点点头 王夫人点点头 不要着急这事情交于我来办 今日里王熙凤和王夫人坐在这 王夫人说了 我还是不大踏实 去找人 把宝姑娘叫来 我要当面问问她才放心 那边 薛姨妈早嘱咐好了薛宝钗 你待会儿见着你姨妈 要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 那薛宝钗有多机灵 有多少个心眼 用点头 不用点破就明白来干嘛的 这是姨妈给搭了一个戏台 就是来唱戏的 唱得越好得让姨妈越满意 姨妈越满意 不过是递个颜色给王熙凤 巧巧这才是我中意的儿媳妇 王熙凤在一旁就得接着 各位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事 都像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都像是赶巧了碰准了 今儿发生这么一档的事 真是赶巧了吗 哪儿那么多赶巧了 聊一句仙条 小的时候我也认为这些事 都叫赶巧了 我有一个小段 和我差不多大 我们俩人一块长大 结婚的这个时间呢 也差不多 大概这就得说 头个快二十年之前 我们先后都嫁了 大了之后呢 有时候我搭他们家车 走一段路 一开始我没在意 后来我就发现了 他这个汽车后座呢 老扔着一件衣服 这个月扔着 那下月这件衣服 还在那扔着 好长时间 我就看那件衣服老在这 我问你奇怪 我怎么不拿回家呢 这件衣服 你老穿这件啊 还扔着 你穿不穿啊 因为不接近呢 小伙一块长大的 这么贴近的话 他也不跟外人说 他也跟我说 一个礼拜就穿一天 不能搁家去 想穿的时候 必须得拿上它 穿上就必须得有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哪天回我婆婆家 哪天穿这件衣服 为什么呀 这件衣服是我婆婆给我买的 就为胡你婆婆高兴 那可不是 我跟你说 我结婚这二年 见我婆婆 没换我衣裳 一直就穿这衣装 各位 后来我见着阿姨了 阿姨一直跟我说 瞧我们儿媳妇 这孩子 特值得心疼钱 是阿姨 我这小伴啊 他从小就这么个脾气 我心里面这个妈呀 阿姨 你没看见他在外边买钻戒呀 他进门之前都摘了 各位 这个世界上的事 哪那么多就赶巧了 这节约的都上您家来了 没能事 都排练好了 王夫人给薛宝钗搭着一个戏台 薛宝钗可对得起他 演得真叫一个好 嗯 好 薛宝钗名正言顺的告假 既是如此的话 我收拾收拾东西 然后就从园子里边 搬回母亲身边居住了 王夫人点点头 各位 大官员轰出去的 可就不仅仅是丫头了 由丫头轰出去 紧跟着就有小姐搬走了 热热闹闹的大官员 一天 少一口人 日渐萧条 究竟往后都怎么萧条 您不要着急 咱们得慢慢的说 把大官员要是都说尽了呀 这书就差不多了 说得我也好伤心 为什么呢 没法补伤心 今天咱们这书就得说到一位 说的是谁呀 说的是宝玉匆匆忙忙 要往医护院赶 为什么他要往医护院赶呢 回医护院有事 其实因为这天早晨起来 他走的时候 做了一个梦 梦演情文来跟他道别 说宝玉 我要回去了 从今往后 你们可就好好过吧 宝玉蹭一下醒了 这算怎么回事呢 这人倒是活着倒是去了 正赶上 父亲大人叫他走 来不及了 临行之前他主不惜人 我走了 你可一定找个人去看看他 看看他到底是不是人走了 花西人点头答应着 把他伺候走了 众小丫头站在门口看着 西人姐姐我去吧 秦文姐姐拜我有恩呢 拜你有什么恩呢 我刚进园子的时候 秦文姐姐可帮了我不少忙 拜我可好着呢 去干活的 哎 见众小丫头都散去了 花西人一个人悄悄地走到后院 找着老妈子送妈 前一天便是托送妈 把秦文的衣物给送过去的 贴在他耳边 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叮咛半天 宋妈点点头 答应一声 哎 说一转身影 这个人 奔秦文他们家去了 那么宋妈走了 有两个小丫头 在后面悄悄尾随 说这两个小丫头 一个叫小青 一个叫小白 小青说了 说你慢着点 可别让宋妈妈看见咱们俩人 本来西人姐姐就不让人去 她不让去 咱就不去了嘛 难不成 咱们俩人 也是薄情薄义的人 那秦文姐姐活着的时候 待咱们多好 现如今 二爷说秦文姐姐去了 死活 咱俩也该去探个馅了 噓 这么低 两个小丫头 小青小白 尾随着 跟着到了秦文他们家 原以为 到这窗口这儿 悄悄往外 往里瞧瞧 这宋妈得在里边 送不送秦文吧 不成想 压根没走到窗户跟条 就看见了 宋妈跟秦文她嫂子 嘀嘀咕咕嘀咕咕咕 压根就没进去 不远之处能传过来 俩人说这么几句话 秦文的嫂子说了 您甭进去瞧了 眼瞅着我们姑娘 这就摇咽气 不行了 您进去瞧个什么劲呢 那我回去可怎么回呀 您呢 回去就说 有今儿没名了 今儿就是不走 也挨不到名 都到了这样了 可不 这说话上 我们可该给他预备后事 您也不是外人 这预备后事上 我们还想跟您讨教讨教 这到底如何能 伸个手势 那意思从主价 多要上几两银子 宋妈咚咚一乐 俩人聊的这叫一个欢事 小青小白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眼泪汪汪 俩人站在窗户跟前 往里面一瞅 就见秦文 只有出的气 没有进的气 这姑娘眼睛紧闭 嘴唇抖动 隐隐约约 就听见传出来一个字 各位 这姑娘临死之前 就喊了一个字 您猜是什么 有能猜到的呢 好吧 大家都羞涩 我公布一个答案 我公布答案 归公布 我说完了 您可别难受 难受 就算是您 当心疼 情闻了 姑娘嘴里面 就喊了一个字 你呀 这就是一个未曾出嫁的姑娘 这一辈子还不知道幸福是什么 秦儿一听这话 眼泪 巴达达掉下来 扇满前胸 一抹头 走吧 小白说 秦文姐姐好可怜 我进去再送送她 秦儿一抹头到拐角处等着 这小白 推门可就进来了 见秦文躺在抗战 翻滚 渺渺 气候 茫茫 只怕是这人片刻都再也留不住 小白哭得好不伤心 谁能想就在这个时候 耳边像传来这么一个动静 别哭 呀 好姐姐 我是想来看看您 您还有什么话要说 你进前来 在想大声说话已不能够这么的 说小白 扶耳上来 贴在秦文身边 秦文断断续续 有气无力 这辈子临死之前最后这几句话就留给了这个小姑娘 天上少了一位花神 玉帝传命让我前去撕主 我已经礼命 为正二客要去撕花 只恐怕 只恐怕片刻都不得停留 好姐姐 宝月被老爷叫去了 您好歹等他一等 等待会儿再 二爷来了 您跟二爷再见上一面 岂不是两拳 请问轻轻的摇摇头 拿眼睛一表示 万不能够 你不知道 我等不见他了 这阴间 若是阎王 要拿去要死的人 必然派些个小鬼 前来射魂勾破 家里人 若是想把这样的 要死的人 勉强留住片刻 便多烧些纸钱 这些小鬼 为了争钱 该死的人 就能多挨过半颗 各位 《红楼梦》原文上就这么写的 曹雪晴先生太厉害了 真得说入目三分 这个世界上 不是人见了前眼就开了 就连鬼见了前眼也开了 要想把要死的人 将死的人 留住片刻 怎么办 多少些纸钱 引得这些小鬼来争钱 这个要死的人 便可多挨过半颗 多深刻 花钱吧 这是真理 说小白站在这儿 听秦伦讲 一时之间 这孩子 陷得五体投地 神仙姐姐临死之前 说的都是神仙一般的话 可我不同 我不是阎王爷 要拿去将死的人 是牵上的神仙 前来赵我 魏正二课 我必然要到位丝花 而宝玉 魏正三课 才能到家 如今只差了这一刻钟 只恐怕 是不得相见 魏正二课 大概在中午时分 一点半左右 只差那么一刻钟的功夫 秦伦便再也等不得宝玉 小姑娘连哭待反 好姐姐 好姐姐 您如今要去 好歹告诉我一句 您要到天上 去撕竹花神 不知道 您要做哪一竹花的花神 我若是知道 日后里想起姐姐 也总能有个念想 到这种花更巧 好好地祭奠姐姐一番 秦伦一路 嘴角间一丝苦笑 这本是天机不可泄露 可是你既如此心诚 我将与你 一切只能告诉宝玉一人 若再有第三人知道 你可要记得 你可要记得 武雷 封顶 姐姐您放心 我定然只给二爷传话 来 这么地 小丫头把耳朵凑过来 秦文轻声低语 这姑娘点点头 洒泪耳叠 究竟秦文司主什么花 您不要着急 我待会儿告诉你 车一清一白 两位小姑娘 尤打秦文这儿 返回怡红院 说到了怡红院 秦文家 送过来消息 秦文 当真死了 就见小白 拿眼睛 往怡红院的座中那儿 飘了一眼 心里边咯噔一响 正是魏正二科 这姑娘还没反过味儿来 捏呆呆发了 如同木雕 泥塑一般 谁常想 魏正三科 有人来传话 说宝玉已然回来了 这回子正在老太的房里面 说话呢 待会儿就回咱们园中来 小白好悬 没晕过去 为什么要晕过去 各位 感叹 自己和神仙在一起住这么多年 不知道她是神仙呀 原来她真的是天上的神仙姐姐 可惜你知道了 便是再也留不住她的时候 说小白不敢多嘴一言 敲么敲的在怡红院里面做事情 没有多一会儿的功夫 宝玉回来了 说宝玉回来 没人敢跟她提 秦门这茬 秦门伺候宝玉换衣裳 这一换衣裳可不要紧 把外面的罩衣脱了 说宝玉里面穿一件 松花色的甲袄 松花色 浅鹅黄色 就在给她更衣的时候 也不知怎么地 轻轻地拉了一下这衣袋 宝玉裤腰着 露出来 就这么一点 星星红的段裤 就这一点 秋温忍不住嘴里边溜达出一句话来 哟 这可是 秦门的支线 舍月在一旁 跟着傻子似的说了一句话 哎 这如今呢 当真 是物在人不在 贾宝玉听着话 心里边如同大石头砸在心上一般 脸上一点没露出来 再也不追着人问 你们可曾去过秦闻家 则当没听见一般 范赏 公子嘴里说出来一句话 笔墨何在 都在呢 二爷您要写字吗 稍后 伺候 爱 求闻跟舍月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自知失言 求闻赶紧来一句 您看二爷 这帮着打理打理小便 您看 这变青的头发 松花的袄 这实青的靴子 越发显得呀 您这张脸 粉白粉白的 看家宝玉 理都没理他 舍月也知道自己刚才说错话了 俩人拉拉一脚 别怨也别滋生了 二爷 您写字吗 这回子 我想 出去溜达溜达 哎 摄月和求闻拿眼睛一扫 正巧 庞人没在 小青小白正在 你们俩人陪着二爷 到园子里溜溜 我们俩人手底下正有活 干完活马上就过来 隔来 小青小白正尾随着宝玉 往园子里边走 走出去没有几步 家宝玉知道 秋文跟舍月都没有跟过来 扭声问 小青小白 我走了之后 你们习人姐姐可曾派人去看过秦文 二爷 宋妈去的 秦文 她怎么样了 秦文姐姐 她走了 不能吧 说的这可是真的 可是真的 我们俩人都去瞧了她呢 不是说宋妈去的吗 那怎么你们俩人也去了 秦文姐姐待我们好 我们俩人商量着 就是拼上一死 那把太太知道了呢 我们也要去 你死之前 见她里面 万一有什么想说的话 也好给我们留下 那她说什么了 追着问呢 你死之前说什么了 说没说我呀 小青说了 她就喊娘 还说别的了吗 没有 她可不说没有吗 一磨头 一擦眼泪 她走了 是小白 一个人进的屋 秦文 临死之前 这几句话 就留给小白了 这几句话 这回子这个姑娘 唯唯到来 如此这般 这般 如此把江江的事情 跟宝玉说一遍 那甲宝玉哭得如同累人一般 她最后 她最后 跟你说 究竟上天司主 哪一位花 秦文姐姐眼睛看着窗外 就说了一句话 是小白了 圆中 池上 芙蓉 正开 哎呀 贾宝玉 站在 圆中 拿眼睛一扫 偏巧 正瞅见 大关 圆中 池水之上 芙蓉花 盛开 朵朵 说到芙蓉 又叫木莲 也叫巨霜 有粉的 有白的 那么在 《红楼梦》里面 和秦文 最有缘的花 可以说 是芙蓉 也可以说 是海棠 因为毕竟 贾宝玉 认为秦文要死 是海棠花 托梦显照 海棠花 死了半珠 然而在秦文临死之前 她留下的话 便是 圆中 池上 芙蓉 正开 贾宝玉 拿眼睛一扫 圆中的这一株 芙蓉 渺渺茫茫 就听见 在半空当中 真好像传过来一个声音 这声音真真儿的 怎么那么熟悉 说轮回啊 不过 就是一场捉迷藏的游戏 走着走着就散了 走着走着又在一起了 转身就是轮回 回眸就是缘分 有时候分开 有时候分开 也是一种缘分 有时候在一起 也是一种 轮回 多好的姑娘 多好的姑娘 人走的时候都死了 也不会告诉心爱的人 这辈子 这辈子咱们不见了 下辈子咱们也不见了 永远也不见了 没有 告诉他 我不过是出去玩会儿 不知道什么时候 玩着玩着 咱们还在一起 不过 就是转个圈的事 有好多姑娘 家宝玉看着园中的芙蓉 心里边惦记着情文 心了话说 我早就知道 他早晚有一天 有一番的事业要做 也好 日后 他去私主芙蓉花 想他了 便到园中花下 前来祭奠 宝玉心中 这个时候就留下这个念想 各位 他要祭奠情文 前一段时间 咱们刚刚说了 宝玉夜叹情文 很快就要说到 宝玉祭奠情文 宝玉祭奠情文 是《红楼梦》里面的一个 非常著名的桥段 吃公子 斗篆 芙蓉女儿磊 磊文 贾宝玉写一篇文章 来祭奠 古丙美好的情文 这对我来说出了一个巨大的难题 因为这个 芙蓉女儿磊 把它作为评书来说 这得算个科研话题 有点难度 这个难度究竟怎么功课 对您各位来说很简单 坚持最近礼拜六都来 这难度就功课了 反正最近就得说到这一笔书 那么宝玉在这儿 跟小青小白说话 可巧了 这会儿子 怡红院有小丫头 登登登登登 脚步声音响 追到这儿来 二爷您可别耽误功夫了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这会儿子老爷正急着忙着找您 这今儿不是都把我叫过去一回了吗 谁知道老爷这会儿子和青客们聊得正欢 说是把您 皇儿爷还有兰哥都要再叫回去 说是又给您新出的题目 让您回去应对呢 贾宝玉新的会儿说 满腹的诗情 这会儿子正想研磨提笔干嘛 给秦文写封信 活着我不能见他 死了我还不能给他写封信吗 一肚子的情话想写给秦文 这可麻烦了 父亲大人要把他叫去 哪有什么情话要说给贾正听呢 可是没办法呀 父亲叫能不去吗 贾宝玉没办法这回去 赶紧的重新换装正装 再奔正房来到这儿来见贾正 贾正这儿跟青客们聊得正欢 这一日府中邀来的人众多 也不知怎么地贾正今天号上说书了 哥把大伙都叫到这儿 哎 家里边 这几个不争气的孩子也到了 好 今日 咱们也是信之所致 说一说 这个鬼话将军 谁是鬼话将军 刚才我一上台说了一首 一简眉 单明一个字 华 闲静而美好 说的乃是一个女子 正是贾正望着一座 跟众位青客们讲的这一段 说的正是 明重真五年 各位 再跳出来说一句 那些一直追着我不放的 让我必须跟他们解释清楚 凭什么您就要说红楼梦发生在大明朝 我再一次说到鬼话将军 贾正坐在这儿 说鬼话将军 明朝的事情 那么都知道 明清两个时期 所有的开脸 贾宝玉的穿着装素 都不是乌黑油亮的一条大辫子 不是清朝 排除法就是明朝 不能是唐朝说明朝的故事 贾正先知先觉呀 是不是 贾正在这儿说的是 明重真五年 秦淮河畔 有一著名歌迹 多少人 谋名而来 其中步伐有一位 远在山东 青州 乃被名帝封为 青州横王 说横王 来自在秦淮河 也来 求这位 大名鼎鼎的 鬼话女子 说这个女子 神奇之处在哪儿 如果单单 如众青楼女子一般 只是英声艳雨 鸟鸟挪 crimin 就不奇怪 关键是这个女子 陪人喝酒的时候 叫做鹰生艳雨 鸟鸟挪矿 一旦离席 这个女子望这儿 一身的英气威武 腰中佩剑 这一曲剑舞下来 既是潇洒又是英俊 不失俏美 横亡见之 男人 最可恨就是这句话 大爷有的是钱 让小女子惊叹几千年来 女人之悲哀 大爷有的是钱 买下来 带回青州 自此之后不要再跳与别的男人看了 我再也不愿看你在深夜里 与别人买醉 回家去 带家去自个儿看了 回哪儿 山东青州府 那么说到山东的青州 就是在 现而今 维坊市 市属的那么一个地级市 青州 那么青州呢 历史非常悠久 得空 您去山东旅游的时候 可以在 这个济南落脚 或维坊落脚 走一趟青州 青州呢 是这个七千年的周秦文化 非常悠久 去了之后能看到这个许多 大门口文化呀 许多这个历史遗迹 那么咱们今天说的这一段 说鬼华将军 那在青州的历史上都不算什么 因为青州的历史文化太深厚了 可是今天贾政说这段书啊 刚好 说到鬼华将军 就是这一段 很忙把他带回青州 不仅这个姑娘一个人爱习武 那么因为他回去了 带着府上所有的姑娘 我说句粗话 叫操练起来 从此之后 姑娘们都不在这儿 学这个音声艳语 鸟娜跳舞 跟这事都绝缘了 干嘛 每天操练 为什么呢 横忙喜欢 看着这些姑娘们 习武特别高兴 这些书就不一一戏了了 可您得记得一句 横忙之所以喜欢重姑娘习武 是有源头的 源头是 他喜欢这位姓林的姑娘 林四娘 藤这个姑娘 说当真不白藤 明崇祯八年 山闪一代 流年饥饿 有一只贼寇 由从山闪一代 一直杀入山东 横忙这个人年轻好胜 根本就没有派别人 而是自己亲自率兵 出去迎寇 这一打可不要紧了 愣是将自己的性命 险些丢在贼寇之手 这贼寇 把横忙扣于山头之内 这个时候 青州眼见成败 众多的官员提出来 纷纷地咱们县城吧 就在此时 众官员 众将军 众男儿 都说了 把横忙舍了吧 有一介区区女子 挺身而出 他是我的男人 一个女人 一个女人一辈子 即使跟定了这个男人 重十万人抛下他 不要了 我还是要他 如此这般 林四娘带领着自己率领的一只女军 杀出城外 杀出城外 没有悬念 跟谁打呀 饿了好几年 没饭吃的贼寇 谁信呢 刚才我说他们那八个字叫什么 音声艳雨 鸟鸟挪挪 不是配上枪 配上剑 他就不鸟挪了 他还是姑娘 没有悬念 众女儿死在血泊之中 最后有将军来救 终于把横忙救出去 林四娘这一辈子这条命 仍在青州城外 家政把这一段书讲完了 哇 大伙都听了 先生好说书的呀 把钟公子都叫来 是何用意呀 家政说了 也是给我们家 几个不争气的孩子出道考题 可巧了 众位都在 不如请众位在这儿 都来做个考官 你们几个人 就此来提诗吧 又提呗 贾兰没事 他小啊 我提一首 鬼话将军 林四娘死了之后 得了一个名号 世人都叫他 鬼话将军 这鬼 女字旁一个危险的威 鬼话两个字 放在一起 闲静而美好 鬼话将军 林四娘 欲为鸡骨 铁为肠 自暴捐须 横忙后 此日青州 土一乡 公子果然厉害 不足十岁 出口这七言 朗朗上口 难怪咱们府上 呼啊 各种马屁声响 夹上点点头 这孙子不错 王二 你来 贾桓 各位您一定要听好 为什么 您要是今儿没听见贾桓 做这首诗 您太对不起贾桓了 贾桓 桓歌 著名的桓三爷 在咱们这套书里面 就做过这么一首诗 没长过脸 就这 读一份 真的 我给您说说 我不好意思说 这谢后语 刚才我说不好听 我是女老师 画个画感画 说到这儿了 我学给您听啊 这贾桓啊 就做过这么一首诗 这个谢后语呢 虽说有点难听 可是他到位 叫蝎子拉屎 读一份 他就做过这么一首诗 您得记着 红粉不知仇 将军 难得呀 大伙都在这儿穿 可以呀 原来这孩子真认识字 这还能有假的吗 这不是有为而来现场出敌呀 贾桓说了 宝玉 到你了 哎 宝玉一肚子情文 这回子也得让说 几对道德也得说呀 您说宝玉 宝二爷 宝二爷 你弟弟 你弟弟 这一辈子就量这么一回 你给个面子 行不行啊 贾宝玉 根本就没琢磨贾桓 好忙 好舞 江好色 随叫美女 习旗舍 农歌艳舞 不成欢 列阵晚歌 未自得 跟前不见 沉沙起 将军效应 红灯礼 贾文在旁边 行的差别了 可以了 够多了 这已经论字数 超过我去了 贾宝玉根本没搭理他 叱叉时文 口舌香 双毛雪剑 娇难举 丁香结子 芙蓉条 不记明珠 祭宝刀 战霸夜兰 心力阙 枝痕粉刺 乌娇嚣 来年流寇 走山东 一战再战 不成功 王帅天兵 撕脚俭 腥风吹蛇 笼中脉 日照旌旗 虎仗空 青山寂寂 水丝丝 正是 恒王 战死时 将士纷纷 将士纷纷 不忠义 奋起 恒王 义中人 恒王得意 属谁行 鬼化将军 林四娘 好令情姬 屈赵女 农桃燕 礼 临江场 秀安有泪 春愁重 铁甲无声 夜气凉 圣父自南 先预定 世蒙生死 抱乾王 贼氏 贼氏猖獗 不可敌 柳折 荒惯残 血凝蔽 马踏胭枝 骨髓香 魂衣成锅 家乡隔 星池时报 入京诗 谁家儿女不生悲 天子惊慌成诗首 满朝文武皆垂首 和氏文武皆垂首 不及归忠 林四娘 我为四娘 常叹息 歌成余意 尚彷徨 众人拍巴掌 甲桓都哭了 我一辈子就亮这么一回 哥哥 好 有你的 搁着你的 撂着我的 咱们哥俩呀 走着瞧 有人住高楼 有人在深沟 有人光万丈 有人一身秀 诗人万千种 浮云莫去求 诗人如彩虹 遇见方之有 哦 诗人如彩虹 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个像彩虹一样的姑娘 不虚此行 闲言少叙 皆说这一回 红楼梦 那么前文书呢 咱们正说到 贾政这一日心血来朝 家中邀来清客无数 把自己家众公子也叫至在前厅 说这一日寻秋赏桂花 回来之后 贾政兴至未简 给自己家三个公子出一道题目 乃是说的明朝鬼化将军林四娘的故事 出了这道题目之后 让三位公子以此为题来提诗 说贾兰 这个孩子做一首诗说成什么样 都淘彩头 为什么 他小 诗人便是如此 对小孩都有包容之心 您看石头坐这说书 诶说这孩子还可以不错 说比萧帅佐说的好 为什么您看萧帅佐说的老差那么点劲呢 有两种方法可以提高他 一种方法是他业务能力提高 二一种方法他要是减十岁呢 那真的呀您别乐呀 我母亲岁数大了学画画 我母亲画国画 特别满意 说贝贝来来来来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我一看不错呀 我给您落个名 丁凤兰六岁 您这马上拿去参展 世人皆是如此 对小的总有包容之心 为什么小孩存在就是道理 存在就非常好 更何况他能够说一首七言 有折有运 鬼化将军 林四娘 欲为鸡骨铁为肠 众人都给个好彩头 这不为怪 最奇怪的就是这一日 桓三爷 贾桓竟然做了一首诗 而且还做得不错 宝玉一个当哥哥的真不够意思 这一辈子贾桓就在众人面前 哎呀长脸这么一回 你就让他长长个 能怎地呢 没想到 贾桓玉脱口而出 头一句还像是顺口溜 横王好舞奸好色 哎贾桓听着挺美 说着说着可就满不是那么回事喽 谁能想到他 他烫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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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完了 贾桓都快哭了 好你个宝玉啊 就这么不给兄弟活路 那么贾桓是个心眼小的人 一桩桑一件件 自他成人之后 贾桓玉哪一回让他下不来台 他全都记在心里 日后里一件件一桩桩 全都要找不回来 且到后文书再说 贾桑桑这首诗做完放在这儿 贾正看孩子们都很出息 他不予披讲 咱们说书还得说说这鬼话将军 贾桑桑 贾桑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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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 动过心 只有贾宝玉 为什么他写这么长一首诗 唯有他最后说了 满朝文武皆垂首 何事文武立朝纲 堂堂七尺男儿 这个国家什么时候 需要你立刚长 满朝的将军男儿怎么样 不及归忠林四娘 倒不如横忙在被劫持之前 不过是一汪情深爱上的一介女子 指望朝廷 指望兄弟 指望哥们 不过是自己深爱过的一个女人 有时候我跟朋友聊天就说 老说爱情 听说过没见过 太玄虚 什么叫爱情 子弹打过来 冲在前面 替对方挡住的人 才配说这个字 剩下的人 剩下的人不够谈这个字 只有贾宝玉 读懂林四娘 不及归宝玉 不及归宝玉 不及归忠林四娘 我为四娘 长叹息 割成余意 上归宝玉 归宝玉 她生前这么光彩 怎么就 没人救她呢 就单单这一个女人对她赤胆忠心呢 不是我说红楼梦啊 各位都说我是这个 女权主义者 说张老师往台上一坐 老捧姑娘 彩虎小伙子 我没有这个心 非要这么说 今天晚上您回家啊 有我这个微信的 您关注一下我这朋友圈 今天晚上我转发一个 这个科学报道 为了能够把我这点说通啊 我老在台上说 有时候我说是因为母性的一种原因啊 是因为女性容易做了妈妈之后 身上就有这种牺牲精神呢 反正不知道为什么 在这个困难危险来临的时候 女人总是很勇于牺牲自己 享受这种牺牲的过程 我终于在一个这个朋友圈里面发现 原来据科学家研究 是研究过这个问题的 人体内 这个DNA 基因 有各种各样的基因 这种基因会遗传 很有意思 比如说 双眼皮基因 啊 就说这个 父亲是双眼皮 母亲也是双眼皮 这个孩子没可能是单眼皮 他是显性遗传的 这种双眼皮基因一定会遗传 即便他小的时候可能很小的时候是单眼皮 那说明发烧次入不够 多烧几次一定会上去的 还有什么基因呢 长寿基因 啊 与之相反的 猝死基因 就是家族性的肥胖基因 这些基因都是遗传的 那么在这个帖子里面 最后专门列举出一种基因 叫做 无私基因 据科学家调查 女性身上的无私基因 就是比男性多 这是有科学道理的 所以说呀 您在生活里边 在座的所有的小伙子 要是得到这么一个这样的姑娘 一定要珍惜 这就是深情似海的姑娘 你给她一缕春风 她就一定要还你整个春天 你给她一枚红叶 她就一定要还你一片风林 你给她一朵浪花 她一定得还你一汪深海 得到这样的姑娘 就千万要把她钻住了 可别再让她跑了 鬼话将军林四娘 一人鬼话 在死的时候 上个礼拜 我说的这个定场诗 最后这四句 咱们今天批了她 心若止水 爱似繁花 这个女人在上江场的时候 把众家女将叫来 农桃宴里临江场 上江场之前 她不知道结果是什么吗 她一定知道 她没想活着 可惜只有宝玉一人读懂她 贾正不管这一套 哎 在儿孙身上找足了面子 遣散自己家三个孩子回去了 贾宝玉也无心蝉脸此地 为什么心中有心事 匆匆忙忙返回怡红院 不找旁人 但找在秦文临死之前 见过秦文的这两个小丫头 小青小白 见着小青小白问 你可知秦文姐姐后事 如何打理 这小白 本身对秦文要走 临死的时候这些事情 一清二楚啊 因为她去的秦文身边呀 又见着秦文的嫂子和宋妈妈 两个人咬耳朵 回来再一打听这些事 宝玉要问她那叫学说得清清楚楚 二爷呀 您要是不想知道 就别问了 什么叫不想知道 我问你就是我想知道 我不是怕您心里难受吗 你说 这秦文姐姐没了之后 这原本 听说 就该拉到城外埋了 可是一承想 她嫂子 愣是和宋妈妈 多聊了那几句 原是说 他们家穷 姑娘这一走了 望后 便再也捞不到什么油水 宋妈帮她出了个主意 她竟到太太跟前 扯了几句鬼话 说什么了 说 文姐姐走的时候 愿是不甘不敬 是得了老病 女儿老走的 哎呀 贾宝玉听至此处 不雅如万把钢刀 扎鱼肺腑 人呢 拉到西郊 坟了之后 埋在那边的西山 乱坟岗子上了 爱 滴答答热泪 扇满在前胸 命小臂 淹没 贾宝玉提笔 未曾落笔 热泪 盈眶 贾宝玉提笔 想给姑娘 写一封信 诗人节之 这封信 叫做芙蓉 女儿来 字字句句 点点滴滴 写的是情文 可是 这哪里是一封信 这分明是一面镜子 把这面镜子立在这儿 各位贾宝玉照见的 不是旁人 乃是一个无能的公子 写的是情文 叹的是自己 好可怜 我这一辈子 枉然被人称作 是贾府的富贵公子 竟连自己院中 一切小臂 我都不能伸手保护 活生生到最后 竟不能为他留一具完尸 但是他哪里是得的什么牢 病 刷刷点点 公子写下这篇文章 带起几样东西 临行之前 贾宝玉 贾宝玉嘱咐 小青小白 待会儿 席人设月问起我 便不要告诉他们 我去哪儿了 是 公子 那您去哪儿 我去园中 走走 小丫头脉步 刚想要跟贾宝玉一摆手 小孩吓得 止步而停 哎 不用说话 这一提手就明白 不让跟着 公子要一个人待会儿 这么的 贾宝玉一个人独自进大观园 去哪儿 各位 脑海中渺渺茫茫 清闻临死之前留下八个字 园中池上 芙蓉正开 就在大观园 一汪池水边上 公子游打怀中 取出来 一块素白的断纱金 把这块纱金 往青石之上铺好 又游打怀中 取出来一样一样的 祭奠物品 摆在纱金之上 那位说了 说摆的是什么 我这会儿不跟您说 我到书里边说 说这篇垒文 我要是坐在这儿 就给您背一遍 我不想当鱼丹 好多人说 我这是装呢 我还真不喜欢这个字 为什么呢 我给自己起一个号 叫布装 我为了显示我脑子好 犯不上 非得在这背一篇 芙蓉女儿蕾 说书 其根本在于让大伙都听得懂 如果只是我坐在这儿 此早再漂亮 声音再秀美 可是您没听懂 失去了说书的本意 说书的本意 原是您来了 您和我之间 心灵神会 那才是说书的意境 所以说我不背 我试着呀 一边批 一边说 万一要是哪儿说的 有个洒汤漏水 您各位呢 也多多担待 确实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有多大呢 我一边说 您一边听 总之 您今天不白来 打着灯笼 咳着世界找 您找不找我这样呢 走 说贾宝玉 把自己给秦文写这封信 也拿出来 信上是这么说的 唯 太平不义之源 荣贵 敬方之月 无可奈何之日 我说几句 我说几句 批几句 大伙领会一下 这个意思 咱们跳进 跳出的说 太平不义 这是一个天下 想太平 非常难得赶上的年景 荣贵 敬方之月 正是八月 秋景天 金秋时节 桂花盛开 荣贵 敬方 什么日子 公子平生 最无可奈何之日 我满心一万个 想要搭救你 于苦海 可惜 使尽浑身解数 我竟连一碗干净的水 都不能与你拿来 这一天对于宝玉来说 四个字 无可奈何 依红愿 着玉 鲍玉说他自己 仅以群方之蕊 冰胶之壶 沁方之泉 风露之鸣 这四样东西 群方之蕊 是我在大观园 各种花这儿 采来的花蕊 冰胶之壶 铺在地上 这段素白的纱金 这段素白的纱金 是什么 传说当中 冰胶之出的这种 布帛 丝绸 冰胶是什么 你要用西方人的说法 是个非常 美丽动听的名字 叫美人鱼 你要让咱们东方人说 不叫他们美人鱼 叫他们 人鱼 相传 人鱼的纺织技能 相当了得 那么 这块布帛 乃是 人鱼之城 是贾宝玉能够在府中 能够在自己园子里边 找到的最最珍贵的东西 沁方之泉 我带来的 给你七茶用的水 是什么呢 是你生前 我们曾经 日日礼玩耍 就在怡红院跟前 这一处景致 叫做沁方 在大观园当中的一处景致 我在这里采携泉水而来 给你七泡的是什么茶呢 丰禄之名 丰禄茶 是秦门生前最喜欢喝的茶 四件东西凑齐了摆在这儿 四者虽微 了以达成深信 这四件东西 随不足道以 然而 却表达了我诚心诚意之情 以至济于白帝宫中辅思 秋燕芙蓉女儿之前曰 此时此刻 你已经不再是我的小丫鬟 秦闻你是谁 我抬头望这株芙蓉花 我知道 就在这会子 你在天上白帝宫中 你是丝掌芙蓉花的花神 我把这些祭奠物品摆在这儿 和天空中的花神说话 切思 女儿自临着世 迄今凡一时六载 我在想 我在想 你活过这一世 不过 才走过短短的十六年 其先之相及姓氏 燕伦 而莫能考者久矣 你的父母亲 你的祖先 究竟 祖籍哪里 你有打何处迁徙而来 燕伦 而莫能考者久矣 在人群当中 这是早已不能够查出的消息 茫茫人海 你几斤拐卖 来志在我家中 问你家是哪儿的 早都不记得了 燕伦 而莫能考者久矣 而玉得于亲诊之目 我和你同床说话 七夕宴游 咱们一同吃饭 吃宴席 亲密辖蟹 每日里我都和你这样过玩笑 仅五年八月有机 你伺候我不足六年 我掐着手指都算 秦文啊 咱们两个人在一起 不过待了五年零八个月 你临死十六岁 你到房中来伺候我的时候 不过是个十岁的小丫头 一女儿囊生之息 我在想你活着的时候 其为质 则金玉 不足以玉其贵 你的品质 我拿金子来形容你 我拿美玉来形容你 都不足以形容你的宝贵 其为性 则冰雪 不足以玉其结 你的品性 拿高山上的高山雪 来形容你 都不够 其为神 则星日 不足以玉其经 拿太空中的星星 太阳来比喻你 也不够 其为帽 则花月 不足以玉其色 秦文长得有多好看 在宝玉心中 不是用一个形容词 能说得清的 姊妹 西木 英贤 玉熬 咸 养 惠德 你这么勤劳 这么能干 手这么巧 在这个园子当中 凡是和你过得着交情的 老妈妈也好 小妹妹也好 谁都知道 你其实很贤惠 姊妹 西木 英贤 谁都知道 你作为一个女儿家 样样 大家都羡慕 你的女德 熟料 谁能 料想得到 纠正 纠正 雾其高 飞不高的小坏鸟 纠正 恨你 飞得比天还高 英智 翻遭浮浊 英智 都说一句话 咱们常说 燕雀燕之 红壶之志 红壶 一飞冲上九霄的神鸟 那么英智 就是红壶的幼鸟 你还是一只小鸟 翅膀还没有长硬的时候 翻遭浮浊 就被恶鸟 浊死在屋里 雌尸 杜其秀 雌尸 水草 我不知道咱们各位朋友 有没有在海边 您见过长这个蓝藻现象 风长 有一点营养 长个垃圾似的 雌尸 杜其秀 嫉妒你身上 清幽的香气 彩蓝 深谷幽蓝 彩蓝 竟被删除 像你这样 散发着香气的深谷幽蓝 竟被剪除掉 花园自雀 起奈狂飙 留本多愁 合金 咒语 秦伦啊 你本来就是花 就是朵 就是柔嫩的小草 你怎么能受得了 世间三百六十日 日日的风霜 雨雪 偶遭古差之禅 随报高荒之旧 你遭人谗言陷害 这才得病而死 今天宝玉在写这个文章的时候 在写什么 不要再冤枉他 说他得的是什么 疼病 脏病 他很干净 他是被人害死的 偶遭古差之禅 有人在背后 嚼舌根子 尽禅言 秦文才丧命 故而阴唇红退 孕兔身吟 杏脸相哭 色沉砍汗 十六个字 是贾宝玉最后去探秦文 看到秦文脸上的样子 阴唇红退 小嘴唇 再无血色 面皮薄如纸般 卓摇西构 出自评为 贾宝玉 在秦文被赶出 疑红院之后 只是跟习人 争吟了两句 再没有跟 园子当中任何一个人 专门提起 秦文所受的冤枉 那么他真的不知道吗 可是他偏偏在蕾文里写了 卓摇西构 这些烂七八糟的 嚼人舌头的话 又打哪儿 而起 出自 评为 这哪里是旁人说的 就在我眼皮子底下 就在秦红院之内 就在咱们房中 我能说吗 贾宝玉是个明白人 是谁送走的情文 他比谁都清楚 荆棘 蓬针 蔓延 户友 这谣言 有打秦红院而出 有打咱们房中而出 一直传到整个贾府 每一扇窗户底下 都在嚼你说你是狐狸精 其昭幽则替 使嚷够而终 你临死的时候 总问我一句话 我就是不明白 我随生的比别人略好些 可是 我总是一心一意的做事 凭什么一口便认定 我是狐狸精呢 起招忧则替 你哪里犯过什么错误 使嚷够而终 你根本就是被恶人害死的 贾宝玉什么都清楚 既怀忧沉于不尽 不寒王趋于无穷 怀的是一厢的愤恨 趋于无穷 请问 我知道你是怎么死的 你是 驱死的 高标见急 归为恨比长沙 直列遭威 巾帼 惨于 于也 在这个地方 贾宝玉 拉了两个点 高标见急 归为恨比长沙 这说的是三国里的典故 说的是男人 咱们就不在这儿拉点 一下把这终点都占了 直列遭威 巾帼惨于于也 女人 比男人死在战场上 死得还惨 不要认为抛头颅 洒热血死得惨 一个女人 一滴血都没流 活生生 被舌头压死 被人绞死 驱死是很惨的 外人不知道 公子知道 你是怎么死的 自序心酸 谁连夭折 你来的时候 都是被人挤金拐卖 至我们家 你死了 没有爹 没有娘 谁去心疼你 仙云济散 方止难寻 你走的时候 也说 你要回去了 我多想留下你 我想去找你 可是早也找不到 舟迷俱枯 何来 却死之乡 那么 这套书说 天上有太虚幻境 有景患仙子 那么就在太虚幻境 离恨天 之上 有一个地方 叫做巨窟州 相聚的巨窟窿的窟 五大洲的州 巨窟州 您就听啊 这是一个 非常阴森可怕的地方 巨窟州 何来 却死之乡 那么我去这个地方 相传这里 是有一种神药 这种药是什么呢 是香 我把这种香 带回来 放在 你鼻子边上 你闻一下 相传这样 就可以把你救活 可是 周迷俱枯 我去了那里 也会迷路 我到哪儿去找 就此回生之乡 海诗灵茶 我去离恨海之上 我借一夜 偏舟到那里寻来 长生不老之药 可我即便是找到 只恐怕 连蒋儿都没有 不惑回生之药 我多想把你再救回来 都救不回 眉带烟青 左右我画 印象里我记得你的样子 你的眉毛 还是我给你画的样子 指环玉冷 金欠谁温 你戴过的小手是 小戒指 你冰凉的小手 现如今 都在哪儿呢 顶炉之 圣药 油存 每日里 我身上不合适 咱们房中 我要吃的药 都是你给我煎的 今天我回来 看见你平日里 为我煎药的炉子 还摆在那儿 我都不敢 多看一眼 因为里面的药渣 你给我煎过的药 都还没到呢 金类之 余痕 上字 每天 我换下来的小衣服 你从不让别人去洗 总说别人洗不干净 还把衣服都洗坏了 现如今 我换下来的小衣服 留着我的泪字 在那儿摆着 你怎么不来洗了呢 尽分鸾别 愁开 摄月之帘 摄月 是个长得 哪儿哪儿都不漂亮的姑娘 可是摄月长一头乌发 绣发如云 摄月的头发非常好 整个怡红院 摄月的这个妆帘之内 凡是伺候头发的各种小物件 特别齐全 那么几个姑娘和公子 凑在一处的时候 常常是打开摄月的这个 梳妆盒 愁开摄月之帘 我再也不敢去打开摄月的梳妆盒 开麻 书画龙飞 如今我拿起那把梳子 想到姑娘的绣发 挨断 谭云之耻 我给谁去梳头 你不再梳子和断了 有什么两样 楼空之雀 途悬 七夕之针 每逢七夕 女儿节 你总是带着园装 大大小小 咱们院子里的姑娘 一起逢姑娘们最喜欢的荷包 现如今 我看见你用过的绣花针 还放在那儿 再也没有人动 带断鸳鸯 谁续五思之旅 贾宝玉身上用的物件鸳鸯带 只缝了一半 搁在那儿 情文 抛下 也就走了 旷乃金天蜀节 金色的金 这是什么时节 正是秋天 金色的秋天 旷乃金天蜀节 白地丝时 如今正是白地宫中 你来丝掌芙蓉花 孤亲有梦 空是无人 你走了 咱们房中 你睡过的床铺 孤零零的 那上面是否是你走的时候 还留下来 给我托了一个梦 同街 月暗 方魂与倩影同宵 再也不见你的人影 荣丈相残 交传 共戏言 接绝 每天晚上 这几年了 贾宝玉 睡下 情文把连笼给他拉好 情文搭一张小铺 就在铺底下值班 每到夜里面 宝玉要喝水 要说话 两个人寂寞了 一个在床上 一个在床下 一个在连里 一个在连外 公子和姑娘 一同说过多少悄悄话 现如今荣丈相残 交传 共戏言 解决 露台晚气 穿连不度寒针 有时候晚上我一个人在院子里溜达 站在台阶上 总能听见你在隔壁的院子 穿来寒针 这真是什么意思 十字边一个站子 情文干活 夜里面在隔壁的院子倒衣 南方人洗衣服 倒衣服的声音 因为 宝玉在回忆他的时候 在怀念他的时候 大量的都是情文生前做过的家务事 情文是个很勤怀的人 当时不觉得 到如今这些恩情 点点滴滴浮在眼前 雨立秋元 隔院西闻院敌 秋雨嬉嬉立立 打在灌木之上 隔壁的院子 传来幽怨的笛声 方明未明 不是你走了 你的名字就不见了 这些天我在园中走 没有姑娘再敢 跟我提起你的名字 可是偏偏 咱们养的那只鹦鹉 今天我回来的时候 还在叫文儿 燕至江王 砍外海棠御老 你要走 我不是不知道 我老早就知道 好端端的园子里面 有半株海棠树 忽然就死了 燕至江王 砍外海棠御老 桌迷屏后 连半无声 就在一红院的屏风之后 为什么我对这个地方记得那么深刻 我常常在屏风之前写字 谁经过 我都能猜得出他们的脚步声 唯独你走的时候我不知道 因为你三寸金莲 你身姿轻巧 你每次从那儿走过 我都听不到你的脚步声 豆草亭前 兰方网带 我最喜欢在咱们院前 拿一株花草 和你们一同对施豆草 可是今天我回来的时候 手中拿一枝兰草 再也等不到你 豆草亭前 兰方网带 抛残袖线 阴间裁缕谁裁 已经是秋景天 醋枝儿叫 小环们忙 每到秋天 醋枝蟋蟀叫的时候 便是咱们院子里 姑娘最忙的时候 要到冬景天了 该天衣加倍了 我穿的衣裳 你总是不让别人缝 可如今又是秋景天 抛残袖线 阴间裁缕 谁裁 我的衣服 你怎么不来做了 折断冰丝 金斗玉香 未孕 那天 我去你家看你 咱们两个人 交换的小衣裳 我带回来都折了 我一直把它摆在枕边 想等你给我把它孕一孕 你怎么也不来呢 昨城严命 既驱车 而远射方圆 昨天 我本来想出府一趟 去跟母亲大人请假 我本来想借着这个机会 能去你家瞧你 谁常想 我还没有开言 母亲大人便说了 出门可以 却不可往你家那边走 于是特意嘱咐小厮 让我绕道而行 走得越远越好 既驱车而远射方圆 我的心明明是要去你家 却偏偏走得很远 没能去看你 金饭慈威 副主张而浸泡孤旧 我今天犯了我母亲的计 我惹怒了我母亲 金饭慈威 为什么 你都被烧了 我都没能去 哪怕他现在知道了 我在园中祭奠你 哪怕他此时此刻到这儿来把我抓住 我还是要做这件事情 吉文汇官背险 我知道 他们把你的棺果 焚烧 说你得的是不干净的病 残为共穴之蒙 多少年你在我房中 咱们两个人说好了 好歹生死 落个一处 将来就是死了 也要埋在一块 可是如今 十果成灾 你已经被烧了 化为乌有 溃带同灰之鞘 我未来何有言在地下与你相见 说我生前和你一块许过的誓言 生在一处 死了化成灰 溃带同灰之鞘 我做不到了 而乃西风古寺 胭脂青林 此时此刻 我在府中 园子里 祭奠你 你呢 城外 西山乱坟 烟炙青林 你已经被焚烧了 落日荒秋 灵星薄谷 蓬爱 萧萧 秋雨 萨萨 格物 旷以提源 绕烟 藤儿 气鬼 我不能去陪你 只恐怕 只有圆圆的山里面传来的原提声 伴着你 自为 红霄帐里 公子情深 使信黄土笼中 女儿 命薄 汝南泪血 斑斑洒向西风 子泽于中 默默 肃平冷月 汝南王 生前 曾经眷恋过一个姑娘 大富豪 十宠 曾经和一个姑娘叫绿珠 两个人有过一段至死不明的爱情 那么贾宝玉这个时候借 汝南王 借十宠 来表达清文死后 她也是这样的心情 呜呼 故鬼欲之为灾 其神明而易度 这分明都是在十八层地狱里面才能发生的事情啊 前婢奴之口 讨起从宽 要我做什么呢 我把什么周妈妈 把什么王妈妈 把所有害过你的这些 女人都找来吗 我让她们一个一个跪在跟前 讨起从宽 在我面前 哀求 从宽处理他们吗 剖汉父之心 奋游未誓 汉父 谁是这个园子里的杜妇 贾宝玉不是不知道 谁要说 贾宝玉真心的喜欢习人 就是没读懂过《红楼梦》 剖汉父之心 是谁一直在给秦文穿小线 奋温游未誓 我到今天随不去追究 但是我依然咽不下这口气去 在君之沉游未誓 我知道 人能活多少岁 是个定数 无法去强求 可能你来一世 就活十六年 你的成员很浅 然玉之必义其中 但是我宝玉 我过不去啊 这对我来说是个坎儿 我始终放不下这件事 为什么你遭人陷害 应许全权之私 不禁尊尊之问 我每天都在想这件事情 吃不下睡不着 这些天了 我始终在追问 始知上帝垂经 花功代赵 到今天小青小白回来 我问明此事才知道 原来 玉帝在天空当中 执掌一切 已然照你返回天上 执掌秋燕 芙蓉女儿之私 你是回去做小神仙了 生柴兰会死霞芙蓉 你活着的时候 咱们大观园的这些兰花草 都是你来照料 如今你死了 到天上去 也是执掌人世间的芙蓉花 听小碧之言 四舍无稽 听小白说过的话 都像是荒唐之言 然具着意之私 则深为有据 但是 依我宝玉想来 这件事情 特别有道理 何也 为什么 昔日夜法善射魂以转杯 夜法 那么 他在撰写这个碑文的时候 从别处射来魂魄 借这里魂魄来撰写 碑文 里长吉 被照而寄之 天上 玉帝 要写文章 特把 地上的 长吉魂魄 照到天空当中 借他魂魄 在天上 为玉帝 撰写文章 撰写之后 才放他 再入凡间 事虽疏 其理则一也 说起来 不是同一个事 可是道理 却是一样的 今日使之 上帝 委托权衡 可谓 致洽致邪 恕不负其所 禀赴也 今天我才知道 上帝 在天地之间 伟派神仙 可谓致洽致邪 方方面面 他都要想得到 为什么都要想得到呢 他必须要对得起 你这个人身上 具备的才华 恕不负其所禀赴也 因稀奇 不昧之灵 上帝都珍惜 你身上 不昧之灵 或智降于滋 才给你这样的 展示才华的机会 特不揣笔俗之词 有误会听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我又怕 我说的不合适 有误会听 让你听见 觉得我说的不妥贴 乃哥 而昭之曰 乃哥 提笔 我把它写成像诗歌一样的文章 念给你听 天和如是 知苍苍兮 成欲求 以游乎 穷龙也 说天空当中 光芒万丈 为什么 莫不是 你乘着白玉龙而来 地和如是 知茫茫兮 驾遥象 以降乌 悬壤 也 大地间 光芒万丈 莫不是 你乘着遥象 象牙车 来到黄泉 望散盖 知鹿离溪 以鸡尾之光 也 说这辆车 是神仙坐的车 其散盖之上 是天上的星宿 鸡尾 二星宿 装饰而来 猎于宝 而为浅岛西 位微须于旁 也 于宝 神鸟的羽毛 在车的前面 做了装饰 其间夹杂着 卫微二绣的星星 来做装饰 驱风龙 以为彼从兮 望书月 以林爷 风龙是谁 天上的雷神 驱风龙 你召唤 驱使 天上的雷神 来与你做随从 望书月 天上的神仙 一同跟随 你到人间 而来 听车鬼 而依亚兮 欲卵 以争也 我听这车的声音 都不像是凡间 谁拉的车 欲卵 一 莫不是 你让天上的凤凰 来拉着车 走这一遭 闻覆域 而轩然兮 我闻到你身上的香气 任杜恒 以为香耶 缝韧的韧 莫非在你身上 带的是天上的香草 任杜恒 以为香耶 玄群居之朔朔兮 楼明月 以为当耶 你的裙子 闪闪发光 莫不是 镶嵌的 都是天上的星星 极微蕊 而成潭 窒息 你到这里 来做祭奠的仪式 用天上的仙草 搭建起祭坛 情连燕 以竹蓝高耶 点的神灯里面 柱掌的灯油 都是用天上的蓝草 熬制而成 蓝高 文伯湖 以为智甲兮 鹿陵路 以福贵许 耶 祭坛之上 成酒的器皿 乃是用天上的仙器 所作 鹿陵路 以福贵许 乃是天上的神酒 沾云气 而宁盼兮 大地之间 云气茫茫 我真的感觉 好像能看到你 仿佛有所掺野 腹窈窕 而鼠耳熙 恍惚 有所闻野 不远处 我听到你 环陪叮当的声音 真就好像 你要走过来一样 其憨慢 而无腰烟熙 忍捐弃于尘埃也 我等你 找你半天 不见 茫茫天地 你何忍心 将我弃于尘埃也 欠风连之 位于驱车席 既连配 而邪归也 你不是说好 你驾车 咱们俩一块回去吗 既连配 而邪归也 于忠心 而为之 凯然熙 徒教教 而何为也 我一个人 待在这 这么动情的喊你 你怎么听不见呢 清眼然 而常寝息 其天运之 便于思也 你说久就走 莫不是 命中定数 你真的就只能 活至今天 既遵息 且安稳息 反其真 而复兮化也 你走就走了 既遵息 且安稳息 你踏踏实实走啊 反其真 而复兮化也 为什么你总回来 我闭上眼睛 我闭上眼睛梦见你 睁开眼睛听见你说话 你干嘛老回来啊 鱼游至顾而悬腹息 灵格鱼已接来耶 我的灵魂就像被卡在半空当中 困在囚龙之中 鱼游至顾而悬腹息 上不得天入不得地 日日煎熬 来兮 止兮 清齐 来耶 请问你要回来 就快点回来吧 若福鸿蒙而居 寂静已处 如果你真的在天地之间 安安静静的 你是神仙呢 你就待在那儿看着我 随林鱼游 鱼翼莫堵 此时此刻你来了 就在我面前 随林鱼姸 鱼翼莫堵 我还是看不见你 千燕罗而为部杖 你带着仙女 一排排一行行 也许已经把这园子装扮起来 用藤罗花草装饰 列昌谱 而森行舞 昌树 朴树之夜 你命这些小仙女 全都摆好 我全然不见 尽连心之为苦 你让这些仙女在这里 是连心之为苦 做祭坛之仪式 只是阴阳两隔 我再也瞧不见 我再也瞧不见 曹植 弄欲吹声 神兽之灵 兽座 弦池之舞 神兽也会像传说当中 神仙们相会时的样子一样 遍赤水 遍赤水兮龙吟 及株林兮凤柱 圆阁 圆城 肥腐肥举 全在乎人的心 成不成 圆阁 圆城 肥腐肥举 全使我一片诚心 全使我一片诚心 黎河兮 烟云空蒙兮 雾雨 与乃兮须畅望 气涕彷徨 我这么动心 我都哭了 清文 你听见了吗 人雨昔 济丽 天赖 兮 云当 我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 耳边相传来都是天赖之音 鸟 惊散 而飞 你听到大观园之上 小鸟刷啦啦翅膀一片片飞起 鱼煞闸一响 池中的鱼儿全都游上来 池中的鱼儿都发出煞闸之音 至哀兮是岛 我祭奠你的仪式就到这里了 成里兮七响 乌乎哀哉上响 清文啊 你要是听见我对你说的这番话 你就回来喝一杯茶 乌乎哀哉 上响 谢谢啊 谢谢大家 说的不好 一千五百多次说一句讲一句 反正是上心了 我费心了 确实是动了脑子了 今天呢多说了几分钟 终点到了 但是摄像机还开着 这个 因为什么呢 这个原文呢 你要是拿着书看 确实一翻呀 确实一翻呀 就过去了 大家没有这个耐心 整个的解读 这个 宝玉 祭奠 祭奠情文 他写这篇文章的那种心情 其实我今天广告一下说 今天要说芙蓉女儿蕾 还有一个红迷朋友专门说 我这是下策 说您要在台上讲芙蓉女儿蕾 实为下策 因为这个非常的隐晦 文字非常隐晦 不容易读懂 大家在台底下也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不过就是您背一遍玄机罢了 我呢也没法邀请这位朋友到现场来 我想呢 如果只是玄机呢 我就没有必要啊 今天专门用一个终点的时间 跟大家一起解读这篇文章 那么解读完了之后呢 按说今天该拍幕 都跟您说下礼拜六再见了 可是呢 难得的是什么呢 批奖了这一遍之后啊 我要是现在再说一遍这个女儿蕾 您知道 就是您没有那么难理解了 他就不晦涩了 他说的是什么 从头到尾 大家都知道了 要是大伙还有兴趣呢 要不咱们再 坐会儿 这么着 您啊 闭上眼睛自当休息 我呀 把这个文章 通篇的给您背一遍 咱们连贯的 享受一遍 芙蓉女儿蕾 好吧 唯太平不义之源 荣贵静芳之月 无可奈何之日 以红院卓 而自临着世 其今凡一时六载 其先之相及姓氏 焉轮而莫能考者久矣 而玉 得于亲诊至木之间 亲密辖 亲密辖 仅五年八月有击 亦女儿囊生之息 其为智 则金玉不足以 玉其贵 其为幸 则冰雪 不足以玉其结 其为神 则星日不足以玉其精 其为帽 则花月 不足以玉其色 姊妹 西木英贤 玉熬 咸阳慧德 熟料 纠阵雾其高 英智 翻遭浮浊 此诗杜其秀 彩篮 竟被删除 花园自雀 岂奈狂飙 留本多愁 何今 咒语 偶遭古差之禅 随报高荒之旧 卓瑶西购 出自评为 荆棘彭针 蔓延护有 其招忧则替 食攘购 而终 既怀忧 沉于不尽 富汗莽 趋于无穷 高标见急 归为恨比长沙 生之药 眉带烟青 左右我化 指环玉冷 金欠 谁温 顶炉之 圣药油存 金泪 之余痕上字 竟分鸾别 筹开摄月之帘 书画龙 书画龙飞 哀断 谈云之耻 为金殿 为金殿 于草莽 石翠河 于尘埃 楼空之雀 图悬 七夕之针 带断鸳鸯 谁续 五思 之旅 桑乃 今天 蜀节 白地 丝时 孤亲有梦 空室 无人 同街 月暗 方魂 与倩影 同宵 荣丈 相残 娇喘 共戏言 揭绝 露台 晚气 川连 波度 寒针 雨历 秋远 阁院 西文 怨敌 方明 未敏 眼前 鹦鹉 游乎 燕至江王 看外 海棠 御老 捉迷瓶后 连伴无声 窦草亭前 蓝芳网带 抛残绣线 阴间财履 谁财 折断冰丝 金斗玉香 未孕 昨城严命 寄驱车 而远 而远 射方圆 金范 慈威 副主杖 而浸泡 孤咎 吉文 会官 背险 残 为 贡血之盟 石果 成灾 溃 溃 鸟 彭 锤 敲 桥 射 出口 绕烟藤儿弃鬼 自为红霄杖礼 公子情深始姓黄屠隆重 女儿命薄 汝南泪血 斑斑洒向西风 自则于中默默肃平冷月 乌虎 故鬼欲之为灾气 神明而易渡 剖汉父之心 奋游卫士 前婢奴之口 淘起从宽 在君之沉缘随浅 燃玉之碧亦其中 殷序泉泉之思 不禁遵遵之问 诗之上帝垂精 花功戴照 生柴兰惠 此霞芙蓉 听小碧之言四射无击 燃据浊玉之思 则深为有据 何也 昔日夜法善 射魂以赚碑 礼长吉 被诏而寄之 事随书 其礼 则依也 使之上帝委托权衡 可谓智洽智邪 数不负其所禀赴也 因西齐不昧之灵 或智降于滋 特不揣 彼俗之词 有乌 会听 乃歌 而招之曰 天 何如是 之苍苍喜 成欲求 也有乎 雄龙也 地何如是 之茫茫 兮 驾遥象 以江湖 悬 嚷 也 望散盖 之路 离兮 以鸡尾 之光 也 猎于宝 而为前 岛 兮 魏 微 须于旁 也 趋风龙 以为彼从兮 望疏乐 以林 也 听车轨 而依亚 兮 玉鸾 依云 以征 也 极 即微蕊 而成潭 至兮 情连 宴 以竹 篮 高 也 闻伯 虎 以为 智甲 兮 鹿 陵 鹿 以 福 贵 许 也 瞻云 气 而 凌 盼 兮 仿佛 有所 掺 也 腹 窈 窈 而 鼠 耳 兮 恍 忽 有所 闻 也 其 汉 慢 而无 妖 燕 兮 忍 忍 气 于 尘 哀 也 欠 封 莲 之 位于 驱 车 兮 既 连 配 而 邪 归 也 于 忠心 而 为之 凯然 兮 徒 教 教 而 何 为 也 清 眼 然 而 常 寝 兮 其 天 云 之 便 于 思 也 既 尊 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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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兮 兮 固而 悬 腹 兮 铃鸽 鱼 鱼 皆 来 也 来 兮 止 兮 清 齐 来 也 若福 鸿蒙 而 居 寂静 以 楚 随 临 兮 于 亦 莫 睹 千 千 烟 罗 而 为 步 障 猎 仓 谱 而 森 行 武 井 流 眼 之 贪 眠 事 连心 之 胃 苦 宿 女 约 于 桂 言 伏 飞 盈 于 拦 主 弄 欲 吹 声 寒 黄 鸡 雨 争 松月 之 飞 其 黎 山 之 母 归成 落 谱之 灵 寿 座 弦 池 之 武 遣 赤 水 兮 龙 鸡 及 株 林 兮 凤 柱 圆 隔 圆 城 肥 甫 肥 举 法 忍乎 霞 城 反 惊乎 玄 普 既 鲜微 而若通 附阴 而幽阻 离河 夕 烟云 空蒙 夕 雾 雨 尘埋 脸 西 星高 西山 丽 西 月 舞 何心意 之 充充 若 雾 媚 之 许 许 于 乃 西 须 畅 望 气 涕 彷 彷 忍 雨 西 激 力 天 来 西 云 当 鸟 惊散 而飞 于 沙闸 一响 至 哀 西 世 岛 城 里 西 七 翔 乌 虎 哀 哀 上 响 哀 哀 哀 鸟